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最后一堂课 本来还有一个比较难的 subject 要讲了 所以我想先讲简单了好了 讲一些实际地址的application 至少让你知道说 做些control 交控不只是红绿灯而已 我下午看一些台湾的文献 很多都把那个交控 把它当作只是在做红绿灯红绿灯 所以some part mis understanding 这样子 那我现在先讲这些case study 给各位看看说 我们在美国做了一些application 当然这部分也不会是高速公路的 也不会是地方道路的 但是高速公路控制也好 地方道路控制也好 一个都市 或是一个交通问题 真正要解决的时候 常常是全面性的 通常不只包括 包括urban也包括 freeway也包括其他的mold 那我现在介绍给各位是一个 martin mold的一个system 在作为做我们 我们用巴尔德摩City的紧急树散用 或是交通管理用 我们用过去年在巴尔德摩的一个大赛车用 那这个月6月13、14日 也要做一个这样的结果 给巴尔德摩的150年庆祝这样子 OK 各位如果没有去过美国 应该也看过地图 这里是巴尔德摩都市 华丘迪西在这里 那这里有个环形 我刚才讲的495环形 环形道路就这里 巴尔德摩也有个类似的环形道路 在这个地方 695这样 环形道路在这里 那我现在介绍的是 我们在怎样 在这里 如果是市中心发生什么事故的话 事故不代表是一定车祸 或是有恐怖分子 也有可能是 像是那个 大的球赛比赛玩也是这种情况 所以这是Apply到各种情况用的 这巴尔德摩 DC两个主要的Metropolitan 中间有我讲几条 四条主要干岛 95 295 1号公路 这是一个Integrated Multimodal Emergency Vacuum System 实际上是做Traffic Management用的 那一个 所以我现在 虽然现在自己讲是Evacuation 但实际上就是我们Traffic的一个control Dissipation的process在里面 一般来讲就是有几个process 一个incident detect down 然后 有重要事情发生 比如说国庆 大假日 有什么问题发生的话 希望大家可以更快离开市中心 都是适用这种方式的 这里面有Traffic问题 有Guidance问题 有control问题 然后 事情一发生以后 我马上发布要 要疏散Evacuation的 然后你第一个identify 影响范围有多大 我今天 台北火车站附近有发生了什么 大型的示威造成了什么 意外我要疏散人群的话 或是有什么火警要疏散的话 甚至有时候是大地震造成 也要 identify impact area 多大 多大范围需要疏散这样子 通常啊 当然这是在美国 台湾不一样 美国人到部分都怎么样 很多比例是开车上班为主 然后你第一个是要怎么样 把那个市中心里面 是走路的这些人 上班 在办公室里面 你车不能开办公室去的 而且市中心上班 车也很少开到 底下的停车场去 都是开到车库 就是像这个都市边缘 有很 上班的地点 像CBD中间里面 有很多停车 停车的Gradage 就是很大型的建筑物 实际上都停车的 所以大部分人都是在 建筑里面要怎么样 要走路走出来 所以你第一个要 要疏散那个pedestrian 像这种研究里面 还有一个研究 我从建筑里面 高龙大厦里面 怎么样疏散人员 到地面上来 这里 这一部分是另外有人在做 已经到地上这些人 你怎么样疏散 让这些人 有的是要开车来的 你要把他疏散到 把他带到他开车的地点去 另外一个有的人是坐公交车来的 他没有车子怎么跑 那我们要提供公交车给他 所以他去走到公交车车站 哪些车站呢 你要跟他讲 不然他怎么知道去哪些车站 另外一个人坐地铁来的 你要疏散到地铁去 所以这里有个 把pedestrian 就是 就是 疏散出去 这个过程 这些人都是一个 不是一个一般的车流的 那是什么 人流 就是pedestrian flow 这里面有个人流的问题 但是人流出去的时候 会跟什么 车流混合在一起 对不对 车要跑的车子 要救护的车子 要疏散人员的车子 跟人在疏散的时候 这些人流跟车流 会混在路红上面 所以这个人流跟车流 我们现在的simulation model 并没有办法这样simulate 但是实际上 这常常都是一个 诸事中心 像我想台北市也是一样 人流的比例在很大 然后step是 开始启动 这个 penshift car 跟transit system 哪些车子要给他进来的 救人的 巴士 把人带走 哪些车 哪些人可以让他去到附近的garage 去拿他的车子 这跟什么有关呢 跟你 你 实际上我讲 安全的事情有关 比如说我这个事件发生 像我们这个考虑是说 万一有恐怖分子攻击 或是有放那个dirty bomb 危险的 叫什么 脏弹那种小型核子弹 小型恐怖分子用那种脏弹 有核辐射那种污染脏弹一样 他有一定的时间 他需要在十分钟二十分钟以内 你要趕快离开他范围 那有时候这种时间很短的时候 你并不能容许 有开车的人都跑去开车 你也是需要考虑 time window来决定说 事实上你要放进你的车子 坐我的bus 赶快走了 坐我的捷鱼赶快走了 那问题是bus 从哪里来啊 巴士在路上跑啊 有些在停在巴士车库里面 巴士的车库里面 你要根据实际上 多少巴士站 把巴士内 重新导引到 几个车站去载人这样 所以你看这整个process 没有包括几个层次 一个是single mode 因为你刚开始的时候只有什么 刚开始的时候只有人流 人流从大房子 办公室建筑物出来以后 碰到车流 所以变成一个混合的人流车流在网路上 混合的人流车流你要把它盖得到 有些盖得到离开的 都市的危险地方 比较安全的地方 有些你要盖得到 到transporting mode去 所以这个过程是叫multi-model 这个有个AL才对 multi-model evacuation 但是如果大家 既然都在边缘 所有的人都不用走路了 都依靠在巴士上面 或者是在捷运上面 或者是在车上 所以就变成一个什么 single mode 的一个evacuation 所以基本上来讲 这是两个stage evacuation 第二个是在直接在影响范围内 可能是downtown 市中心里面 人在车子里面 人在市中心的building里面 那这里 这里面 就是这一块里面 是什么 我讲的混合车流 混合车流 混合车流 混合车流的情况 混合车流 这里混合车流 不是巴士跟小区的混合车流 是人跟车子的混合车流 这种mixed flow 然后当把这些人 有个影响范围 把这里透过影响范围的 主要路口 道路把它疏散出去的时候 那这里呢 离开这个范围里面 换句话说 这里面是有人在走 离开这个范围以后 就没有人在走 都是各种不同的车子 所以大的影响范围 这是什么 这属于single mode 单一车种 一直到疏散到所有边缘去 那外面这块就比较单纯 外面这块就跟传统的 我们这个traffic assignment 车流管理一样 我只是在每一个这个点上 边缘的点上 有很多车子挤着要出去 那我怎么样 这每一点 这是很多个点 Origin要走 有很多个destination 你可以离开的 这一圈基本上就是什么 我讲那个 环形道路 Beltet环形道路 因为假设你能够送到 环形道路的话 大家都可以跑出去 这是哪个stage evacuation 第一个stage是 mixed flow 第二个stage是 一个passenger car owning flow 那这里我给你秀一下我们的软体 我们做好软体里面一些功能 这是真正的图 这巴尼环的那个 Football 美国美式足球的那个体育馆 这样子 那我们的 这个在市中心 那你看这都是人嘛 考虑着有这种 任何严重状况 有时候怎么疏散 那这种事实上适用在什么 像在球赛比赛完的时候 10万个人在比赛完 10万个人在球场 有的时候 这就不止10万个人 忘记了 应该十几万人在球场 一疏散的时候 这群人也是很可怕 有走路来 有坐巴士来 有卡扑来 怎么样就快疏散 疏散掉 没有的话 球赛可能11点结束 晚上半夜2点多 还有人在都市里面晃来晃去的 那我们system要提供的功能就是 这是我们软体里面提供的 把它贴出来的界面 第一个是 从这个building里面 这人 这人一定要走路出来的 因为这里面装了十几万人 结束要走路出来 你要先assign 这些人流怎么走 人流到几个地方去呢 有的到bus station去 有的到parking garage去 所以这个人流的路要怎么走 记得车子是按照 车子走的时候 是一定按照什么 车路的方向 车子不能倒退走 对不对 所以车很好去model 它就几个方向 人呢 人可以走几个方向 你会想人什么方向都可以走 对不对 它只要有360度 它都可以走 所以model人流是很复杂的问题 可是有些 你看在很挤的down town里面的时候 人是不会管你的 它有空间 有哪里空间就往哪里走 所以你如果有想通的话 这里面是有个人流的model的问题 那通常 在国外的地方 车子是让人的 不会人让车子 所以你这里的 采取信号就变成一个问题了 你通常我们人 在都市里面设计的 红绿灯的时候 你有没有注意到 是人让车子 对不对 车子 我们设计都按照 车子的话 车子来设计 都没有按照 这个路口里面 多少人 来设计 路口红绿灯 所以你到台北市去看的话 那个路口 有时候常常人比较多 那个人型 现在还没有完全通过的时候 它这个灯就变掉了 所以 因为它考虑的时候 并没有考虑行人存在 可是在这种 市中心里面 就发现说 事实上人多的时候 人是会 dominate 这个车子的 会阻碍车子的 那如何解决这两个config 是个大问题 但是在这个附近 这个周围 有很多parking garage 像这样 很多parking garage 如果这些人 可以走到他 garage 去的话 他这个人 进到里面出来 就变成什么 车子了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给各位 介绍的问题是 一方面让各位看到说 这样的问题 是在研究上 事务上 有它的复杂性 是怎样去做 所以你发现 人流进到parking garage 出来变车流 所以在网路分析的时候 不一样 这个 两个人 三个人进去 变成一部车 车出来了 并不是从网路上说 进去的 node这一点 出来跟着一模一样 我们通常 高速公路上游进来 下游出去的 应该是 有个平衡 并不一样 然后在路口之后 也碰到一个什么问题 我们通常 车子是跟什么 右转车会冲突 对不对 右转车跟行人会冲突 你看你是人让车 在车上让人 可是在一个拥挤的 downtown的地方的时候 人很多的时候 你怎么办呢 如果让 除非警察在执行 没有的话 你人让车 车让人 都产生这个问题 因为他这里的量很大的时候 就不是靠互相让可以解决的 所以在这些主要的路口 都会发生 你是不是需要另外一个face 给行人走的 不能让行人只是利用 这个红绿灯 这种空挡 来做一个行人的 acrossing station 美国行人 没有像台湾行人这么乖 然后在这里面 我另外还需要什么 有些人我马上到bus stop去 bus stop去 那我bus 第一个从何来 往哪里去 对不对 所以emergency就是 不是你事先给预期的 那这个时候bus在路上走的 所以我们必须能 我们的model 必须identify 根据使用者给你提供 给你zone 1 zone 2 zone 3 每个zone里面有多少部车子 是在那边开的 从那里提供information 让这些车子能开到我们指定的 这个stop 然后这里就是一个bus scheduling的model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bus不太一样 你开来救人的bus 不是一站一站开的 对不对 那一站一站开 那开完再也死光了 一定是怎么样 一定是指定一个bus stop 你来 车子站满就往后来走了 那你不能 有时候会发生很多车 开到同个地方去 其他要救的地方没有人去 所以这里一个bus scheduling issue 怎么样把bus 露进来露出去 等一下给你看 我们的模特里面考虑一样的问题在里面 所以 overall 这个system structure 是什么 activate evacuation identify impact zone and evacuate pedestrian and marbleize evacuation 所以这里有三个model mixed flow model evacuation signal model and bus routing model在里面 X8运作一个downtown的地方 混合的交通情况 那最后呢 都是变成车流了 因为超过那个 音响范围之后 出去的车子都是车子 ok 我不讲 这也不打算讲到里面 因为这个 我们做了两年多 三年才交出去的计划 有点很复杂 我是给你看说 这个是因为最后堂课 要各位稍微打气一下 就是说学交通运输的 不是只会红绿灯 很多人的管 一些朋友 不是我们本堂 常常觉得学交通运输 就只会红绿灯而已 好像很没有学问 因为你教你朋友 听到你只会做红绿灯 要念四年 要做红绿灯 那不计程车式计 有时候会很没有尊严 你就跟他讲 不是啦 实际上很多学问在里面 这是我们Botting Assistant ok 这是我们做真正的软体 已经在应用好几次了 今天等一下回去 所以还要赶快打送email 我就问问看 结果出来没有 因为6月14号 15号16号 巴黎某的那个百年 百年大庆祝这样 还有飞机要表演 所以会很拥挤 这是我们巴黎某的网络 市中心就是巴黎某港口 你们去过巴黎某 有没有人去过巴黎某 对吧 你们到DC去的话 可以去巴黎某港口 巴黎某港口 是台湾可以借进的一个港口 很漂亮 中间就是市中心就是港口 附近就是市中心 大麦点的地方 这样子 就是我们给User知道的 input是哪些 这是给国内同文参考 你们做软体的时候 那这个两个background 它一个是用satellite image 另外它可以换成 我们像Google map 比较亮的background 那这里是 可能恐怖攻击 chemical attack bomb attack hurrikan 还有其他的攻击 然后这是Evacuation时间 从什么时候开始 那这里有个next exit room in room one 的一个方形在里面 那这个就是 我们今天identify the incident 放回多大 这个放回多大的话 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model 会给我们提供的 你可以去转动这个 变动这个图形 符合真正什么 风向 气候造成的影响 有时候 这也是用在什么地方 比如说 哪些工厂产生的毒气 或是工厂爆炸 产生的那种化学毒气 会影响到生命安全的时候 你希望那附近的人 赶快逃 免得受到影响 这也是一种类似的 案子 所以这个 这个范围多大 怎么走 这倒不是我们的 研究范围 这是政府里面 FEMA 政府的 联邦政府的 emergency 的那个 bureau里面 有一套model 可以predict 按照风向 气候湿度 来考虑各种影响的时候 它的影响范围 是随着时间在变动 然后我们要知道 我在这影响范围里面 是一个是代表什么 traffic zone 我想台湾应该有 台北应该有 把整个都市分成几个 交通影响区 然后里面的 我们的data base里面 有它实际的人多少 住的人 在那边工作的人 这两种不同的人 住的人是很稳定的 知道 那边工作的人 就按照不同的时间 也不一样 晚上呢 没有多少人工作 白天呢 很多人在工作 那这 像我这个step 会注明 这是impact TAZ 然后可以知道 每一个 TAZ里面 有多少车子 有多少potation 在里面 多少没有车子 在里面 所以我identify一个 看看每一个 那这有什么重要呢 因为有时候 我们要知道说 哪些种里面是人很少 哪特别多的 那你在evacuate的时候 你要特别注意 哪些是比较critical的地方 你要先走的 ok 所以这就是 我今天下午跟几个同学讨论 就是 我制造个软体的时候 虽然说里面有很多 准测器的资料也好 有什么系统资料也好 一定要容许用的人 可以去看 这个资料到底是不是要update 可以去改它 才可以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建立一个 资料库 如果是那么完整的 满足各种情况 一定要让使用者 有经验的使用者 能够自己修改它 那我们也容许它 去修改这样的 那这是 这个是 让我这个 整理系统是比较flex 我是用 PowerPoint的Present 那这是在里面的一些 地铁的路线 就是它轻轨地铁路线 还有Bus Line的路线 在里面还有Bus Stop 我们都Bus在里面去 所以这个网络里面 所有的 你Present 都在里面 所以你说 这个是做什么用 当然做我们交通控制管理 也可以用的嘛 交通控制管理的钱 比较少 你做那些 恐怖分子攻击的 一讲到 讲到恐怖分子的话 那个钱就 政府就出了很多钱 这样子 所以我们是用它来做 这种 某程度上做 交通控制管理 所以这是它的 在影响范围里面 有多少Bus Stop 做什么用呢 因为这些影响范围 要逃掉嘛 对不对 所以我必须 知道 这些Bus Stop 哪个别人 你如果今天 临时跟人家讲说 你到哪个路口 跟哪个路口 去集合 去做Bus走 人家不见得知道 那个路口 可是呢 你如果说哪个Bus Stop 因为平常都在做的 就知道哪个Bus Stop 所以我们要先知道 里面有多少Bus Stop 多少路线以后 到时候 车子跑某个Stop 来 人被指定到哪个Bus Stop 去 这样才有办法做 有效的疏散 影响范围里面的人 然后我们要知道 哪个Bus Stop 可以挤多少人 这个Bus Stop 那个范围里面挤的人 有一定的限制 上海派是多少 看 才不会说你 站不了那么多 人往那边一直塞 去去那边的时候 人没办法站 所以我就站在路上去 站在路上去 有影响路上的交通 然后下一步 我们要知道 车的 车的数量跟体慢在什么地方 每一个范围里面有多少部车子 那这是给一个 注意那个Protestional Demand 因为 车子会 可以走到Destination 可是 人呢 他会步步地走 这是我们那个Football Stadium 这是秀的它范围里面 所以我们 在设计软体的时候 就把实际的 image跟 图上的image 可以对照 意思是update 那这种人要怎么走呢 我的model 必须能产生 让这些人 我刚才是大范围 然后把zoom in 小范围的时候 它几个主要的parking garage 这P是parking garage 就是大型的建筑物 都是给停车用 有的四层五层楼 看起来很漂亮 其实都是停车用的 那这里会产生很多什么 人走到那个车子里面 进去 这里面也产生一个问题 会出来很多车子 所以就变成一个很主要的什么 generational node 产生很多车子 generational node 在里面 这里是它的巴士大 这是一个example 给你看 它实际上的范围要多大 这样子 好 那这是一个系统 应做的output 让你看到说 实际上 你第一步要算出来是 多少人要走到哪里去 走到哪个mode去 我们这个scenario里面 算出来 多少人要怎么走这个路线 走到哪个parking garage去 多少人会走到这个bust up去 不同bust up 不同parking garage ok 那记得这里的路 这里都是什么 人流 都是人流 人流 人流怎么model呢 你们有没有想过 人流model跟车流model不太一样 现在这种人流的文献也很少 哪里最多呢 就做那个回教在那个Mecca 在沙夫地阿拉伯 他们那种回归的时候 去那个朝圣的时候 那个地方有些研究 做 做那个车人流的研究 但实际上urban里面很多 最近的文章也越来越多了 因为你在urban 在我们urban area 做signal control的时候 实际上来讲 不能忽略人流 我们现在的软体也好 现在model也好 现在的城市也好 里面考虑到那个都市的范围内的 红绿灯的控制的时候 通通忽略到人流很大的比例在里面 所以你会发生什么 像现在北京 中国大都市里面 包括上海 你看一堆人就是红灯就要走过去 很大一批人 警察也不罵 罵罵罵 就碎碎都不罵 为什么 没办法 他这一堆人很大一批人 他会等半天 等到红绿灯等太久 他就一堆人就跟你走过去 他们就找一大堆人在那边 输导交通 这个比例 后来 我就问那个 郭他们的公安 说你怎么不开发单 他说没办法 这么多人 然后每一个cycle都有 他怎么开 所以这就是设计的问题 所以人流 各位要开始 pay attention 人流在 urban的大路口里面 是个很大的issue 你不能忽略它 我们在 从美国学来的 control system control approach 都是怎么样 实际上都是以什么为主 以车子为主的方式 以车子为主的方式 你只要用车子里面 有红绿时间 就足够给新人做 但是在我们 一般大都会 尤其亚洲国家的大都市里面 是不够的 那这是在看说 诶 我们 这里这么多 protection node以后 我要看 你model model出来 你simulate出来以后 你算 这些样子不叫simulation 像是算出来以后 再simulate 但是你算出来以后 去simulate 要看看 会产生什么问题 哪个路口会产生 特别涌集的方法 特别涌集的没有 因为在这个系统里面 你就可以想象说 这么大一个 玩系统的疏散 系统的modeling 你根本不可能 有所谓的 真正的最佳节 解出来一次就好了 那是太傲慢了 不太容易 我们虽然尽可能 去解个最佳节 出来以后 也有可能没有周围的地方 所以当你解出来 这个车流要怎么走 跟人流要怎么走的时候 你要去simulate出来 所以这个是 一个优化 加simulation 你看看每个路口 哪个地方会产生问题 哪个地方是可能的问题 OK 那就是我们可以注明到 刚才这几个点的路口 任何一个点的路口 看看 路线应该怎么走的 路线流量有多少 OK 然后这就是 它的方向 从哪里到哪里 你可以去看 它应该走哪里方向去 你也可以看到 像这个就表示 这个方向都不能走 然后这里是 signal phase的时间 那这是我们解出来的 他也可以去改它 这个地方搞不好 就住了州长或谁 把他们去改 改掉这个时间 所以这是在设计上 去display 我们设计的结果 让尤其一个大路口的时候 大网络的时候 你没办法看到所有的 你只能找到最critical的地方来看 所以你必须让它有可以看的 然后你知道人流车流要走以后 你再怎么样呢 再去identify 这个里面的 根据你这样的疏散方式 会产生什么程度的 就有conjunction在里面 那就是我们传统的 那就是我们传统的 用颜色方式 表示那conjunction 所以这是时间 time bar 时间在改移动 因为你simulate 就看出 开始疏散到慢慢走以后 路往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然后你实际上 要再进去里面zong 看看 每个zong的地方 有多少人走掉 多少人还没走掉 这是在innetware里面 一个是车流的网络 一个是人流走多少 车通话走得比较快 这个前面指人的 根本是车的情况 所以可以很清楚看到 这个evification的一个情况 在不同时间 你看这是时间点 到什么时间的时候 什么颜色 要做代表什么 你自己可以去define 然后你看到是整个路往情况 这路往情况 都是绿的但很好 可是有些红的时候 你要知道红的从哪边来 所以你回过头我们再看 如果按照行程的分区来看的话 那区里面有多少人在 在什么时间的时候 有多少人在 比如说到这里 从这个时间 Evacuate 从这里 苏联到这里 就发现 绿的表示都走光了 那黄的还有多人在 红的还有多人在 OK 为什么这人刚刚走不掉 OK 当然你看这个 看起来比较合理 中间这个块没走掉 旁边都走走掉 表示 model perform 才算make sense 那你sim的过程可以看出 有时候刚好就这个Zone 人走不掉 你要回去看看是你的model arrow 有的时候是因为你的access link 没有model 有的时候是他真的被堵掉出来 大家都按照他的方式走 旧人不让的话 某些Zone在里面的地区的人 你就要有 我讲过要有公安人员 去强制去帮助他们出来 那这个是到最后时间的时候 到这个时间到的时候 到部分都Evacuate完了 黄的也可以变成黄色的样子 那另外一个你也可以看车子 因为如果你红绿灯设计的时候 或警察在维持impact範围内的交通的时候 是以洗人为主的时候 有时候车子会被堵到 会堵得蛮严重的 因为美国是以洗人为主的一个 一个优先状态 你一样可以看到 这个 各位有没有看到 我们后来就发现这两个地方被堵到 为什么大家都锁光这些都跑不了 后来发现有一个好像是 那个 coding的link 书站 没有coding好 一个是真的被堵到 我们就发现那地方的signal 要做一个 做个调整 让这些人可以游行的出来这样子 这就是我们大型system这样做的好处 用我们人去判断 永远判断不到的 另外一个就是我讲bus 我bus要进来带人 对不对 那你要知道说 我的bus从哪里来 到哪里去接人 往哪里去 就是bus route 进来 再出去就是bus route 再bus出去 route 这是example route 第一个你看我bus stop 我model产生出来的结果 我让它到bus stop去 我要产生在不同时间 bus stop的人是怎么来的 按照不同时间 产生bus arrival的bus stop 这也是 因为我们现在在研究做一些软体 跟国内的大学来合作 我就是一方面给国内的一些参考 我们做个软体出来给人家应用 所以要考虑做到一点 那这是arriving pattern arriving pattern 给那个bus的 那你接你这个patter 这是人被assign来这里的 你才知道说我要派多少部车来 多快时间可以把这些人给救走了 然后这些人 从这impact area出来的时候 要到哪里去呢 到每一个往外疏散的主要路口 那这里又形成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down town的各路线人 他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出去的 出去的没有路跑有什么用 一定只有几个主要路口 可以人从这里跑到比较远的安全地方 所以在这地方形成另外一个 另外一些可能的平静地方 就是集中过来的人流车流 人流变成车流 原来的车流合在一起 还有救难的巴士合在一起 通通都会往这些exit的地方跑 那这就是要知道说 我每个要出去的地方 到底有哪些多少人 在exit point 就是想要跑 要离开这个影响范围里面 几个主要出口车流到底有多大 所以你要第二层 第二阶层在这地方 过来你这个for example 这一段可能就是 六岁五高速公路的闸道地方 所以在这之前 你就要能够预估 多少人会往这个大道走 多少车会往这个闸道走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才要把他控制 这个在这里不会形成另外一个 一个大型拥挤的 一个平静地点这样子 那这是给你预估的 当然实际上 它不会完全按照你来 人也不会完全按照 按照人家的经济 guidance出来 但是也很大部分的人 会按照指示过来 如果你这个事先 比如说我们事先在有关单位 都有一套计划 事情发生 他就可以指导说 松山居德在什么地方 往哪边走 中小动路 我们是用Zone TravelZone 比如说你 台湾可以用游地区 游地区 游地区是 20多少的时候 往哪边走 什么Zone多少的时候 往哪走 我们是用那个 TravelZone的观念 那你这样走了 还是很多人会follow你的建议 因为在紧急的时候 大家也不知道怎么走 所以一般的study 在分析 至少超过六七成的人 会按照你的guidance 在走 所以这个pattern的话 还是要去估计 或者你完全没有 依据做你的控制管理 那这个是在 这边考虑什么 考虑我们input bus availability 到底有多少bus route 是可以用的 Bus 多少车子可以用的 我们有两种bus 一种在路上爬 一种是school bus 因为美国的初中 高中小孩 都是做什么 做bus上班 上学的 所以这bus 都会在 一大街的bus 非上学的时间 都在停车场 的bus garage 里面 就bus depot里面 那我就看看 我在这影响范围里面 有多少bus depot bus depot里面 有多少部车子 可以用的 这都是available的资料 你一check 现在是10点钟 你就知道多少部车 在bus depot里面 准备可以用的 然后 OK Bus呢 它的capacity有哪些 OK 有多大的bus available可以去带人 有没有available 有时候它 你讲预期有多少bus 即将没有那么多bus 那这是跳到 每个bus的 route 要怎么走 这是bus depot 的地方 bus destination的地方 bus要把人送到什么地方 destination 那我说我们的 系统里面 会产生每个bus run 出来 因为bus 它从一个depot里面 接人以后 这个depot进来接人 接人以后往外走 这是个例子 这是designation的地方 你看这个bus进来 找了就走 它不是在里面 按照路线走 那这里面有很多bus 每个人 要找到不同的designation去 不同的地方去接人 接人以后出去 所以你要把它算出来 那bus到底要走什么路线 到哪里去接人 这样子 这就是不同bus 那真正 这是真正给你看出来说 看我bus哪里没有路线 对不对 2244 25 26 哪些路线 很多路线的bus 你可以进去看 我assign bus路怎么走 这边是看出来说 预期我们assimate出来 这个bus 246这个bus的话 它经过这么 从depot出来 经过这么多站 进去有这么多站 每个站呢 pick up 预期有多少人 drop up 多少人 然后进来再出去 那bus drop 你进来就不能跑掉了 那还没有跑光以前 车子一直要进来 进来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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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每个预期要 的bus load 有多少 所以一个完整的系统 你要考虑到这样子 again 我当然讲说 实际上不会按照 你预期的去做 可是你没有这些information的时候 到时候完全没有basis去做 像我们过年过节 高速公路的过年大假期的那种交通策略的疏导 实际上也应该做完严谨一点 我们都是只给一个很粗略的一步 并没有给很详细的说 比如说台北到台中的人 你如果是八点出发完 你走哪一条路就好了 要到台南的人走哪一条路就好 或是从那个沼道上 你给一个很完整的讯息的时候 虽然不会所有人都照着你 可是很多人会照着你 那时候你就比较好掌控 这个车流的变化前行 你有没有掌控它跟没有掌控它 结果会差很多 那也反映说 这个专业知识的空间 是不是有办法得到有效的发挥 看这里可以看到 我就很清楚 这个路线是怎么走啊 当然一来啊 Drop or pick up 是怎么走的 然后这是每一个od run 就是进来车 所以你要让bus driver知道 他要到哪里去接人啊 Drop到哪里去 这是实际上的location 我们都提供出来了 这是second run 所以一个bus要跑到哪里去 这是peak of the stop 这是drop到什么地方去 这个是影响范围内的bus站 这个是drop off the location 然后你就还要看 巴士到底载了多少人出去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的系统里面包括的 在一旁面前还包括 在八十大里面 到底 还剩多少人在里面 一开始人比较少 所以慢慢有点多 那你慢慢再来就走 我讲过虽然这是个优化的 model在里面 可是这个动态环境里面 你未必进来能够 完全掌握得很好 所以你还是要 有办法一直 一直在detect 到底有多少人在巴士里面 多少人还等着你去救他 这样子 这是针对每个bus stop 对我们系统 对每个bus stop 都有这个monitor的功能在里面 然后在bus 在每一个控制出口的地方 前面讲到 控制出口的地方 是这些车子准备 加速逃离的时候 依然逃上高速公路呢 或逃上主要的安全地方 那地方你要 车流一定会很挤 很多 然后你要知道说 多少是bus 多少是passenger car 多少是救援的bus 我们通常给bus有优先的 在这情况之下 那你要知道 多少巴士在不同时间点上 你才有办法在这里 在这个出口的地方 做一个优先的管制 那这个 除了知道需求面怎么走以外 你还知道整个 整个网路上的红绿灯的控制 最早前面秀给你的是 为人流的控制 那这是车流的控制 车流你要解出来 它最油画是什么样红绿灯 最油画红绿灯的时候 那你要看看是不是合理 尤其这个主要路口的时候 你才知道哪些是最严重的路口 比如说 你这个网路里面一定有几个critical session critical是最重要的session 我要注意这些不能被堵到 这些是有车流的分配 可以是可以很smooth在走 没有的话会堵到整个整个网路上 那这就是一个控制的重点 你到时候要派人去的了 然后印象范围里面看完了以后才看什么 才看这个控制范围外的情况 这个是整个路网的performance 可以看出来在不同阶段的performance 当时间在拉长往后走的时候 会有什么情况 刚开始的时候外面都在不挤 可是在树栓开始 里面开始变成不挤 外面开始变成挤出来了 然后这在秀什么 就是说我们刚才讲 在这个边缘的每一个点 都是很多车挤在一起的 要往外逃了 那你要 你往外逃的时候 他也是要树栓的路线 往哪边逃 是跟你讲说 我可以s3 为什么我刚才讲说 在每一个access point 我还是要多少巴士 多少patential car approximately 我才能够怎么样 删他的路线 给他怎么去走 或者说你 这一堆里面 一大堆人 通常要出来的时候 我们通常的路线里面 没有办法容纳那么多车子 你如果没有分配好的话 然后这是最后 我的Destination 有这么多Destination 给大家走的 那个Destination 我可以看 我经过不同时间 从原来的疏散的时间 零开始 到这个时间以后 多少人已经到了 到里面分两类 我这里是Destination 这里是 从哪几个主要高速公路的 杂道上来的车子 这是因为 这个Destination Alic City 它有几个主要上台 这就是我们要管制 它从哪几个 找到上来的 爱情舒服的 表示多少车子 已经到了 可以让你看看说 第一个这几个 location 是不是有分配好一点 因为有些地方 它没办法容纳那么多人的 已经饱和了 那你疏散是 不能再往那里走 没有的话 没有打到保护 你可以继续地疏散 这是让你知道 每个Destination 随着时间在变化 它有多少人到达 是不是也很保护 有些 这种地点 有的是一个真正地点 有的是一个什么 就是 学校啊 或什么緊急疏散区 它有一定的capacity capacity到了以后 你就没办法再疏散 这样 所以必须能够 keep track 这个capacity 这个arriving flow 到达的数量这样 OK 这里面给你看到几个问题 就是说 第一个我跟各位讲 交通运数 不是只有算后率等 你看到 如果你有个概念 就知道这里面 有多少研究问题 在里面 第一个 就GIS的Database 在里面 对不对 GIS最基础 我才有办法建立 整个基础的网络 然后你要懂GIS 你要Database 你要懂Google Map 然后理论上来讲 第一步你要什么 要产生一个model 能帮助你 我们讲那个traffic assignment 就是那个protection assignment 这么多人 你要给他走到不同的地点去 这人流的分布怎么做 所以就是人流的分配model 人流分配model出来以后 你要考虑 你在分配的时候 在路上 人流跟车流的冲突 在路上 或者的话 你分配不下去 那路上的冲突的时候 产生在路口 intersection里面 这是个mixed flow intersection里面 你怎样去分配 红绿灯的管子 那这个你考虑到以后 在考虑整个交通路往上的车流 这样路往上车流 会产生什么呢 产生从parking garage 里面出来很多车子 OK 然后还有bus 救难的bus 所以你要一套 bus traffic assignment bus routing model 我刚才修给你看 bus有进来pick up的人 从不同origin 然后找到人以后 再带走出去 然后再回来怎么走 它去回路线就不一样 所以有一个bus model 在给你安排这个issue 你想想看这些都不是简单的问题 这也是我们交通营处的人在做的 绝对不是只有红绿灯 我就碰到一个匣子的报导跟我讲 那干什么 红绿灯其实大家看看都是一样 不是红灯就是绿灯 不绿灯就是黄灯 哪有那么多好研究的 所以各位要澄清这种观念 我们是有很多issue可以做 所以你学这个系统的人 通常你要懂得公交车的bus routing的model 也可以懂得single control的model 也要懂得网路优化的理论 也要懂database 也要懂GIS 也要懂电脑 还要懂什么 你看我设计的美学 所以你要有点好看的观念 不会像Angeony也每次设计都 丑丑很难看 所以你怎么懂啊 你如果有没有学问 你拿去秀给你的女朋友看 他一定觉得你很有学问 假如这是你做的话 当然这其实不是给人做的 是一 二 三个人做的 这是三个学生做了两年的结果 三个学生做的 其實也不多 我們就三個學問做 當然 一個是專業的 Anyway 我相信 我的意思是說 你做這樣的結果 我可以告訴你 因為很多東西好學 每個地方做得不完整 可是是有很多學問的空間 第二個 也不會讓人家看扁 我們那個交通運輸只會算紅綠燈這樣 不然人家說 你們高速公路管理 管理半天 數十年如一日人 每次就是共蹭共蹭 還有什麼 所有半天就共蹭 上了一大堆偵測器 放了很多資訊 每天都是跟你講 共蹭 然後旅行時間 擠車的時候都不準 不擠車都很準 那有什麼用呢 對不對 我們其實很多空間可以發揮的 大家不要往事飛薄 沒有去用它 OK 今天好像沒有按了幾歲 就講一些比較簡單的 我再講一個 很快講一個 我們DC裡面的Evacation也是交通問題 然後我再講一下國武的一些觀念 現在我請台大那邊再執行做 如果還有時間再合過來講 我們比較難的Model 這些基本上都是我們以前有講過的 類似的一種觀念 很快的把這個介紹給 我本來要CopyDC的 Copy OC的 Ocean City應該CopyDC的 OK 那我們只要講個比較 先講個國武的 跟各位探討一下國武的控制方式好了 我希望他們的執行還沒執行 然後我們再來講一些 那個誰可不可以弄下這個黑板可以用 這個黑板可以用 所以我們現在有一個國武的項目 跟幾個大學在合作 建立一個像我剛才介紹給你們看的 這種巴黎摩類似的平台 並不是說要解決所有問題 是說建立一個平台 讓大家在解決問題方法的時候 有一個共同共先的空間 那這裡是有一些想做的方式 讓大家聽了我幾堂控制課以後 可以想想看這個東西 是不是可以有辦法去執行的 我先講一下我的概念 你們去研究看能不能探討 我們希望在今年7月之前 可以做一點系統出來 可以給大家分析 因為我很少去那裡 我只去過一次 因為去過一次 當天去 所以我沒有很清楚 那個地方的情況 可是好像就主要是 這裡一個大隧道 然後這裡就下了到市區去了 那如果中間有很多段的話 那我現在第一步 就像我跟各位講說 他們在研究部分 要第一個想到說 我怎麼樣去定義這個 國務的影響範圍 控制影響範圍 我們昨天也不是提到嗎 很多系統開始就要產生 控制影響範圍多大 對不對 那這個可能是週末 跟過年過節的控制範圍不一樣 那假設範圍我知道 現在我不知道 我現在等台大跟教大同學 再找資料來看 定義它的範圍 那如果這裡知道的話 這裡是假設政治 最大的那個什麼 那個隧道叫什麼 平臨隧道是不是 學山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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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隧道平靜的話 那我們從控制觀來講 我現在講這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做理論做跟實際做的時候 要考慮什麼 資料正確性 我相信國務啊 沒有辦法用我講的那些 完全動態資料來控制 為什麼 國務有政策系的資料 沒有那麼正確 你去查看 沒有辦法那麼正確 所以並沒有辦法做 完全動態 那個retime control 那我要介紹 用我們上一次演講 上一次上課講到一個 整體的控制方式 那我的觀念在哪邊呢 就是說 你上國務出來 隧道出來 有一定的可排行 這個 這裡已經決定最大 可以出來的 流量多少了 這個隧道出來 因為我聽說這裡的人 有個社會站嘛 對不對 可是那個社會站 好像車大很多嘛 所以社會站 並不至於構成它的瓶頸 所以真正出來的是 如果國務出來是 我就想隨便講說 每兩秒鐘一部車的話 最大兩秒鐘一部車 這裡的出來的 maximum是 兩個車道 假如說是3600部車子 每小時 這是我最大出來的車子 可以這麼多 對不對 另外後面我來看的話 國務的道路面積呢 這有很多上閘道 上閘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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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車跟車 我車跟車的距離的話 大家都不想開太近的話 也不想開太遠的話 這個space呢 換出來 可以換成density嘛 對不對 我不曉得現在距離 現在距離多少公尺 在這裡面距離多少公尺 如果說距離固定的話 那代表密度是不是固定 對不對 密度固定的話 就可以換算這個密度出來 對不對 那假如說 水塵最大的 密度固定 那在高速公路上 每一段的密度 我都固定的話 那換句話說 我高速公路最多是把 水塵控制範圍裡面 最多是把所有車都塞滿而已 塞滿就是說 可用的道路面積上都有車子在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這種 從這個density 在T時間裡面的density 從這裡的density 可以知道說 我最多有多少部車子在裡面 我是不是有知道最多多少部 我就8點鐘 我那個 國五的控制放在裡面 最多這個時候只能有多少部車子 為什麼 你也不能放在天上車子 也不能駕起來 一定是一步跟一步滿滿的 現在快訊是 我density有了 是最多的 然後剩下什麼 我的速度要開多快的問題 對不對 所以一個d是可以 我可以控制 我可以知道的 那個v是你要 你可以控制的 然後這裡的儲蓄最大車流多少 q我知道了 這個最大的車流 所以我根據我最大的車流 我水上隧道好像出來 最多是3600部 這個density呢 我不曉得台灣density要定多少 這個要考慮安全的問題 那我density support是 最大的density就是多少 所以我這兩個有了以後 那我是不是可以算出來 這個 這每個v應該多少 速度應該多少 那當然講起來是整段 我不能用整段來看 那至少我可以把它切斷 我把整個路網控制成幾個segment 再控制 所以真正來講 t時間的時候 假如現在8點的時候 我應該高速公路的管理當局 應該知道 我現在8點鐘 到8點10分好了 我在高速公路上 國土上 總共有多少部車子我知道 因為我們有偵測器 上台下台的偵測器 那我知道它的總共的車子 換算它的 這個車子最高密度的density多少 我可以對車流最大出口多少 這個也要去找就對了 要去他們現在真正的資料去找 最大的量多少 所以我知道我車 我這一段 這一段進來的車流 一定不讓它超過這裡出口的車流 那我才能保持這裡的density穩定 這車流穩定 你知道進入的車流 大雨就出來的車流 這裡就會Q出來 那對這一段來講 另外這一段來講 換句話說 我從血栓隧道往後推 這一進來的車流 就是怎麼 另外這裡要進來車流 那我這個路段呢 也是要保持怎麼樣 最大capacity的運用 最大capacity的運用 我知道它flow rate多少 因為這個flow rate 被什麼 被雪山隧道出口flow rate 給dominate了 是不是這樣 因為雪山隧道 我講的當不是平常 是說大型架子的控制的時候 我一定用雪山隧道出來的 當最大的控制點 然後我能夠出來的車子 就是我能進來的車子 最多怎麼這麼多進來 我這個進來的話 可以下個segment用 下個segment 一樣 我為什麼要控制 你不控制的時候 我讓找到一隻車上來的時候 這裡會超過 inflow它會outflow 那這裡形成什麼 平靜 滑爛多車不能走 所以從這觀念來看的話 從這裡往後推 就有每一個 我知道每一個t時間 我在每個控制範圍裡面 最多可以有多少戶車 我知道 按照密度來 我也知道它flow rate多少 那我就知道每個t時間裡面 QK的關係 我如果能控制達到穩定平衡的話 我就知道它應該維持什麼速度 這個速度不見得你能維持到 那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要用可變速度 去控制的時候的地方 因為我這個速度 應該穩定的速度是 是一個 不同時間是80、90 我不曉得 可是實際上 因為車子在裡面 它沒有照你的速度開 會產生shock wave 會把我們的車流 速度不用弄亂了 那你的flow output flow rate 就不會達到你運氣的flow rate 所以這地方可以用可變速度來控制 那我如何維持這裡面總量 有點像我們講做規劃一樣 叫總量管制一樣 我怎麼維持我總量是一致的呢 我今天早上討論 check我發現說 五國五的每一段上閘道 下閘道都有偵測器啊 那我們這種偵測器啊 一些目前偵測器 來做我們control 教你們的control那種 很精確的 每30秒 一個動態控制來講 沒有那麼精確 不夠那麼精確 可是 至少它夠做什麼 量的管制啊 number of vehicle 這個flow rate 現在國務的升系沒問題啊 多少部車上多少部下 因為沒問題啊 是做到對不對 所以我就可以 我只要 比如說說禮拜五晚上 開始控制 我就可以開始計算 任何一個T時間 我都可以知道說 我on ramp 多少部車子走 off ramp 多少部車子走 我這個每個segment上 有多少部車在上面啊 因為我們主線也有偵測器嘛 對不對 所以我切割的時候 按照 每個地方有砸到的地方 以切割為點 所以 我可以知道每個路段上 任何時間 所以這個整個觀念就是 我可以知道 我每個路段上 任何時間有多少部車子 我要控制呢 讓我每個路段上的車子 不能超過上 它飽和的車子的數量 什麼是飽和呢 就是維持一個安全間距 所能達到的 最大的車子數量 那 快訊息下來就是 它應該走什麼速度 所以density 它的密度是根據什麼 根據它的 我們 我們知道現在有關單位 很難讓說 管制讓 那個 高速公路上有什麼 比較空的地方 因為大家看到你 高速公路一定要擠得滿滿才可以 擠得滿滿不一定要很慢啊 你想火車為什麼開很快 火車不是擠得 一節一節擠在一起呢 為什麼它速度很uniform 對不對 所以控制的目的是 讓這個sitem的速度 可以uniform的走 如果我車一步一步 雖然說距離是 是小小的 可是只要速度很uniform 我就不會出現問題了 像問題的產生 都是速度不uniform 這樣子 大家不知道開什麼速度 所以我從我的觀念來看的話 你想看可不可以執行嗎 因為我這個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是遷就我們政治技的水平 否則我們在local 那我剛才講說 我要知道多少車進高速公路 多少車下高速公路 也多少車在高速公路上面去 那如果太多車來怎麼辦呢 那這才是我們找到 以後要管制的空間 你管制的base是什麼 我就要管制著說 我這次進來的車子 加上我現在有車子的時候 出去的車的時候 不會使這一段呢 超過我要控制的量 那我們現在找到移控 沒有那麼精確的數字 你要用比較 advanced的控制方式 事實上 達不到效果 因為我們針對器沒有那麼精確 我們針對器誤差還很大 你要做我們所謂的那個 dynamic feedback control的話 就會變成說 方法很好 資料不好 出來的結果不好 執行上也不方便 所以我這個講 這是在遷就 我們實務上應用的一個方式 我總結來講的話 就第一個 等一下 我們再review一遍 第一個 我現在要把控制範圍定好 我現在不熟 我不能跟你講控制範圍多少 我不知道 國務的範圍怎麼樣 我相信你按照過年過節大駕 那個queue的情況 traffic impact的情況 就像我講impact area一樣 可以define出來 週末它的控制範圍做大 上游 這樣當然是兩方向的 台北是到什麼地方 那個下去 雪山隧道下去到什麼地方 好像我們現在坦都是到雪山隧道 過去就沒有 不會擁擠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大部分都是這樣 那這個範圍定了以後 next step我要做什麼呢 確定說 每個on ramp off ramp出現 切割成幾個rom 幾個路段 每個路段呢 我都有辦法在任何個t時間 來算它flow out flow in 有多少車在這個路段裡面 這個地點我可以掌控到 這個代表什麼 代表我知道隨時它的狀況 第二個 我要控制不是安全 控制我要控制的maximum basis上來 我們控制的最高原則就是 你今天能使 雪山這樣控制方向 我只是想把雪山做成一個 我們示範性的 可以讓我們 國家就是說人家參觀的時候 可以給人家看 我們有一個先進的控制系統 那部長也幫忙 給一些經費 讓一些幾個大學校合作做這樣子 那各位有興趣可以利用你們學的觀念 用上去 所以我第一個要控制的是 要達到這個 顯然控制的期間 在大假期間跟週末 一定的demand已經大過於supply 對不對 一定是 通常給它上去已經會擁擠 所以我們一定要控制的是 整個控制範圍的速度是 接近穩定的 OK 當然在不同segment會有不同速度 接近穩定 它穩定的背誰從哪邊來呢 就我所知道的 可能中間還有其他的隧道 我不曉得 中間還有一些隧道 那隧道是不是一個瓶頸 也可能 你這個觀念要自己去找 可能這裡還有某些隧道 那就是從另外一個隧道 也是一個控制方位 假如我現在講 只有雪山隧道是最大的 造成的瓶頸的話 那要從雪山隧道的 車流特性裡面去看說 在雪山隧道這種 這種長隧道的狀況之下 那車子 discharge從隧道出來 最小的headway多少 因為跟平常不一樣 平常開車的時候 你可以的那個headway 會比較大 會比較小 所以隧道裡面可能會 比較大一點 那我不曉得多少秒 這個要去 他們實際資料去看 比如說可能是2秒鐘 可能是2.5秒 那就影響到 你這個雪山隧道出口 最大的output flow多少 這output flow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我整個系統的控制 都決定在怎麼樣 你多少車子多快出去 那才是我後面可以放你多少進來 那我放進來的時候 從海邊進來 從沙道放進來的 所以有兩個area 一個是整個路網的總量 我要控制 第二個 每個分段路網的流量 的那個數量 不是Q 數量 那個分段上面 有多少車在上面 我知道 Number of vehicle 我們在算那個 那個高速公路控制 不是從Number of vehicle 換算成那個Density Density換算成速度的關係 我可以知道 那我雪山隧道 這邊出來的Q 給我一個最大的upput flow 那Q 那每個路段 按道路段的長度 路段的車道數 我可以知道說 我給它一個spacing 如果是20公尺的話 那我知道 我最高密度多少嗎 最高多少部車子嗎 spacing可以換算成密度 密度換算出來的時候 有一個密度 Density 有一個Q給你的話 我就可以知道 每一段路 我應該控制的速度多少 最理想的速度多少 對不對 所以隨時 用我自身器 來monitor速度 這個速度 跟我們實際速度不一樣的時候 那就是表示 車流也喜歡開快 也喜歡開慢 影響到我們車流的pesturbation 那這個就是 我們要可變速度 或是 警察人員執行 速度控制的時候的依據 所以只要大家 很可能這個情況就是說 好的控制 就像我們昨天秀給你看那個 可變速度控制一樣 不要一下大家開60 然後抓不到30 可能這個地方 如果可以大家 穩定的配合控制 可能學山隧道 從開始 大家都保持 60公里的速度 可能一路到達60公里 通通都不用停 通通不用一下快一下慢 那結果整個 整個系統的時候 花了時間 就像我昨天秀給你看的 可變速度控制一樣 你開快再開慢 這樣的旅行時間 反而比較久 我開慢一點 大家都很穩定的時候 整個旅行時間 反而會減少 那當然你如果 這個當然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 如果底脈很大 就會Q在 Q在這個閘道 那這個時候 閘道中間才有什麼 D2R operation的空間 比如說 你按照的 看來 這個三個門 我應該進來 最多可以容納600部車 這個三個門 最多可以容納800部車 跟你這個路段多長有關 那現在 這個裡面 底脈進來的車子 你知道 現在已經到達600了 這邊還有很多車 這邊才 才500而已 車很少 那我們在砸到的地方 砸到之前的地方到路口 我就可以導引他說 欸 不好意思啊 先去走下個路口 下個路口上來 這地方還很空 這裡我們就有base 去做怎麼樣 D2R operation的空間在裡面 那從這裡也可以給大家 一個information 就是說 什麼樣的 如果我沒有辦法display出來 給大家知道 你這個 這一段已經 高速路的速度 密度已經太高了 下段還很空 可能大家比較願意聽你的 走個D2R 下一個 下一個 雜道上去 這是我 我要跟 他們幾個單位合作的時候 把它建立成一個 一個 國武的穩定的控制系統 當然這樣講 現在還有幾個問題 就是 國武總共幾個隧道 有幾個長的隧道 好像不止一個 是不是 國武 會形成瓶頸的隧道有幾個 國武的沒有來 沒有國武的 我剛才講的觀念只是 把那個什麼 水上水下 當唯一的瓶頸 這樣子 中間可能有另外的 我不曉得 但我這個觀念就是 所謂 總量管制的觀念 回去看我們去年 不是上一期的 那個上課裡面 有兩個方法 Manusola方法 跟那個Seattle方法 是類似的方式把它們改進 然後在這路口 我為了達到我每一個路段上 數量的控制的時候 我要做幾部砸道控制 那這地方用Local Control就可以了 為什麼 因為我只要量的管制而已 當然我們自熱性做得更好的時候 更精準的時候 我的Local Control 就可以跟上下流來控制 因為你一定有某一些 上閘道的流量太大 某些上閘道的流量比較小 你透過我們昨天 講類似的 COVID的控制的觀念 可以把地方到的Sigma 加在裡面 你才有辦法 D2的Traffic 到下一個閘道上 上那個高速公路去 但實際上的運作 可能還要看真正的Giamish 這個真正Giamish 我並不熟 我八月份回來 跟兩個大學討論的時候 會討論詳細一點 這樣子 這裡介紹一下這個觀念 然後我們休息一下 給你們看 然後各位有什麼問題的話 我們可以討論一下問題 然後 沒有的話 我還有最後一個Lectual 這個Output Flow Detect Flow 這個觀念就是 要從隧道車流特性裡面 找到Output Flow Headway Maximum 有時候我本來以為 是這個收費站 這個瓶頸 變成收費站 收費多快 這個瓶頸 後來我聽說 收費站的地方 車道多很多 所以並不會形成那個 這個收費站的 可有的capacity 大於什麼 這個隧道口的capacity 好像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直接要 那美酒就是隧道口的 Headway的capacity 多少 從這Headway來算出說 我進來Inflow 最大給多少 所以我現在就要設法 讓這Inflow 不會大個Outflow 所以在隧道裡面 才不會變成什麼 車流不穩定 有的時候會 太多車會要壓縮前面 設法車距離縮短的情況之下 所以關鍵不在那個車速多少 也不知道 也不在那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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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capacity 要放多少 是你是不是可以維持 裡面速度的穩定 那速度不穩定的因素 當然跟什麼有關 跟你那個 Drive the Expectation有關 Drive它覺得太慢了 它就會加速 覺得這個 要縮短它旅行時間 它才會加速 那我就說 引進這個Virible Speed的觀念就是 如果大家能夠比較 patient一點 OK 我高速公路本來可以開100公里的 我今天上國五過年過節的時候 我不開100公里 我按照我高速公路的指示 每個人上去以後 結果按照我給你指示 只開70 可是你這個70 可以一路開到底 都70 不用說100 然後等一下變成50 變成40 要變成這樣的觀念以後 去證明它有效 它就會follow你 那我們希望說我們這個 這個 這個 三個大學合作的最後結果 能夠做一個平台 可以讓高速公路 來實驗說 給大家看 你們都按照我意思 上去以後都開65 或者是開70 可是呢 都不會有堵 所以一路開到底 那這就是我們控制的 控制能達到進階 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這裡面的觀念 就是 keep整個 total number of vehicle in the control boundary 在這個最佳的情況 然後用Variable speed的 觀念去控制它的speed 因為你既然有一段的時候 你沒有適當控制 車流速度不會穩定 車流速度有時候 一下快 一下慢 一下快的時候 形成一個shark wave 這個conjection 就會propagate 到幾個下游去 就會造成我們 我們一段擠 後面就跟著擠了 事實上擠得莫名其妙 有時候根本不該擠都擠 放這裡的商品是我們的 隧道是一個主要butter neck 目前看起來好像就是 off ramp的地方 聽說其實有些butter neck 聽說收射站出來下來的話 那就這個會用到 我們off ramp control的地方 我們以前做研究裡面 還有off ramp control off ramp control 就是跟Arteria一起合起來 在研究這部分 如果有的話 但是以高中路來講 我先要保持高中路本身 在mixement capacity的情況 所以我一直講說 這個觀念不要讓媒體 誤導這個觀念 認為說高速公路要順暢 要多快速度 不對的 我們高速公路就是要 讓車擠得滿滿的 然後速度穩定的走 這才是最大的目的 不是說很順暢 車快很快 那不是控制的目的 控制是要讓最多人用 然後每天裡面可以最大的利用 你高速公路的capacity 否則我們進高速公路要幹什麼 所以mixality 第一部分define 各位如果有在做方面的研究 導師可以試試我 這個觀點是不是可以做 當然你的detail也要跟我們討論 不要誤用 define control boundary 這個是很重要 像我們昨天講的吧 對 昨天我講 跟我學生做那個cord control一樣 你bondary太小的話 那有時候你的congestion 我們講congestion tree go beyond that boundary 這樣你控制效果比較差 我們昨天講的時候 說那個model 一直用一個loop上下 跟兩個multiple loop 你就記昨天的講義 有個base model 跟extended model extended model 可能考慮方面比較大 或效果比較好 所以你什麼 比你的control boundary 是很重要 但control boundary 太大會產生什麼 你就人力資源也會比較多 因為管制的話 人力資源會比較多 base on the maximum Q impact slow movement flow on different peak days 所以我們想 我們應該有這種資料才對 step 2 step detected at the boundary line at every entry and exit 為什麼 我這個整個控制範圍 我一定要知道 我現在如果高速公路在掌控的話 沒有高速公路的同仁 將來有機會 負責國武的話 實質同樣的觀念 可以放在北區路段 我要知道說 現在高速公路 7點鐘高速公路 台北道也要沒斷 上面有多少部車子 我們知道還是不知道 目前是不知道的 可不可以知道 市場可以知道 我知道它整個總量多少 然後 我也知道分段的路量多少 然後compute the maximum flow rate 從minimum headway出來 這就是你最大能上的流量而已 如果有平靜存在的話 然後compute the average flow rate for the medium headway 這是在跟你講說 怎麼定那個 headway 你不能用最大最小 不能只用平均值 因為你要參考平均值 跟它的median值 因為有時候我們開車人的行為不一樣 有個車的人是很大 很大 headway 人重很小 那你看看那個平均值 會不會有個合理的代表 平均值的誤差 這個variance很大的話 可能不是很複複的代表 那你如果要保守一點 我這裡講說 可以找一個什麼 就是說你算出來 headway 可能是2秒跟2.3秒 這個數字看起來差0.3秒 可是你轉換成車流就差很多 對不對 2秒是1,800部車子 3秒1,200部車子 所以你median值 才1秒鐘結果差很大 你控制檔差很大 所以這地方 你如果沒辦法做得很精準的話 我是建議說 你給upperbunk lowbunk的值 所以我們控制也一樣 沒辦法控制很精準 我最多讓你進600部到700部 600部到650部 upperbunk lowbunk control 那在數學上叫robust control 我容許一個誤殺範圍的control這樣子 然後你在assimate minimum safe distance between vehicle under saturation condition saturation condition 就是我給出去最大的flow多少 按照最大flow 比如說流量最大flow是 我不曉得國5是多少 國5這個數量好像還一直在各說各話 如果說到1600好了 那1600的流量之下 我應該保持安全距離多少 那這個也是看 這是哪個國家不一樣 按照國人開車的特性 安全距離多少 就是spacing多少 按照spacing 就產生出的density出來了 對不對 產生密度出來了 那我密度知道以後 我就可以怎麼樣 convert the minimum safe distance to maximum target control density 所以給我整個國5呢 這裡不一定整個國5都一樣density 必須說明 因為國5我記得是有些什麼 平地路段對不對 有的上坡路段 有的下坡路段 我們這應該講是 每一個control subsegment裡面 保持一個uniform的maximal density 可能你不同的地點 會有不同density存在 那幾片里 有些是上坡 下次我再仔細看一下 有些是平地的 那個density 它你要保持的間區 可能不太一樣 所以我divide整個control boundary into several segments based on the on-ramp off-ramp location and the location having land drop or addition 我前面講 我整段高速公路 我要把控制方向 分成好幾個 sever segment 什麼分呢 理院上是在什麼 它幾何變動的情況之下 或是volume 變動的地方 才是我要切的地點 因為我切的地方 希望切的裡面的流量 才肯定是比較uniform的 所以這是我切的control boundary 切的一個criterium 在上下找到一定會造成流量的變動 如果有land drop 我不知道國五的車道速度都一樣 一定要land drop的地方也會造成速度的變化 所以geometry 變動 或是流量變動的大地點 都是你可以切成subsegment的地方 那from the target density compute the allowable number of vehicles in each segment 我既然給你知道我最好的density多少 比如說我現在這個density是 我們是比如說160步車per mile 我不會換算你們這個per km是多少 結果我們常用160 150步車per mile 最大density的話 那你就知道最多我能夠讓多少車在這個路段上面 那所有加起來就是我在任何t時間 我高速公路的控制範圍… 我最多就只有這麼多次在裡面 當然我剛剛講Up leкольку 你可以容許一個Up le Onun Le번 因為實際上我沒辦法抓那麼正確 因為你的資料 高速公路從臺北到新竹 這裡面目前要有多少車在裡面啊 可能是一萬到一萬兩千部車在裡面 你知道它真正的問題 然後在每一段有多少部車在裡面 那我根據它每一段車 我當然可以控制它的速度 因為我希望它 Flow rate depends Density跟速度 速多快密度加起來 撐起來就等你的Flow rate Flow rate出去就是到地方大陸去 那這個Flow rate depends 你會產生一個Q在裡面 所以用閘道移控的方式 Density to ensure the total number of vehicles in each segment will not exceed the target number of vehicles 所以我就來控制 所以你現在閘道移控 有的那種控 我們控都沒有什麼basis 只是看說我讓這段車早一點 讓這輛車不擠 事實上都是很英文講很myopic 就是很短視的看我這個地點好不好而已 事實上你這個地點好啊 你放多了 後面的地方又變土了 所以並不是有個很大的根據說 怎麼樣找到 我整個路線控制最佳化的base 我現在講的觀點 實上可以改變成數學化來寫它了 我講的方式只是沒有用複雜的數學方式 在實物上可以操作這樣子 你可以試著用我們教過的數學來做它 這個run medium detectives to ensure the total number of vehicle each segment will not exceed the number of vehicle 用這個target flow rate 和control the density k to compute speed for each segment 當然你如果記得我們教過了一些控制理論裡面 密度跟速度關係可以一個簡單的equation 也可以是一大串的equation 你記得我們從密度算 我講速度有一個平均速度 穩定車的狀況平均速度 還有上下bundary的速度 速度變化是continuous 所以真正速度是會比較複雜 但你實物在應用的時候 看你的資料的正確性 資料的可靠性 所以你未必竟然要把這個equation都帶進去 變得比較複雜 所以為什麼說我這裡要用什麼來控制 用總量 每個secondary的總數量來控制 而不是像我們教你的方式說 用它真正的flow in flow out 每個density的變化成功來控制 因為在我們現在執行上 可能還有點困難 人員技術上 包括我們顧問公司同仁 要把這樣的model轉移成 成真的可以用了 可能還要等到我們的計畫做完 把一些同學訓練好以後 我看也沒辦法 所以我用同樣的觀念在控制它 只是不用很精確的density 速度來控制它 而是用總量 總的數量 數量控制之後都比較容易了解這樣 那你知識夠的時候 從數量就可以變成什麼 變成我們教你的density的變化 flow rate的變化 速度的變化 來控制高速公路的情況 然後check這個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peed and each control segment 因為每個控制路段都有相當長的一段距離 我即使說這個距離 這個路段裡面我應該有2000部車子好了 這2000部車子 如果大家照你的話乖乖的 保持一定的spacing uniform 那當然沒問題 可是實際上不一定 有些地方如果剛好上坡路段下坡路段的時候 這1000部車子可能會怎麼樣 並不是uniformly分配在裡面 有些地方比較高密度 有些地方比較少 高的地方就形成下wave OK 那這個地方就是我們要看 你什麼地方要做速限控制的地方 因為這個地方如果是剛下坡路段 你就要速限控制 讓它不會一下開太快 一下下坡開太快 然後後面又上坡 然後馬上就形成一個什麼 shockwave出來 shockwave出來 一Q就是propigate到上游去 所以這裡我們要去看說 根據幾何的特性在每個路段裡面 每個路段裡面有哪些地方 容易造成開車的人不uniformspeed 那個地方就是我們要速限管制的地方 不用叫速限管制 那個speed控制的地方 或是你到時候要用什麼 警察力量去做主要平行地區的 鏡頭照相之類的 那就是你要管制的 目的就是說 快於我們的控制速度 你知道這個穩定狀態就是 你正在穩定狀態大家都很穩定 這一有人破壞以後 馬上就會破壞這個穩定狀態 要花很長時間再恢復起來 就像高速公路 你們有機會到 像台灣高速公路一樣 你到那個Houston 洛杉磯去看 切封時間一步跟一步 那個車子就是幾乎屁股跟屁股 然後大家速度都很穩定 你如果要換車道沒有提早換的話 你根本出不去 就開了好幾個 幾個下早二台就辦法出得去 因為你這個車子會蠻緊張的 一步步很穩定的 你一破壞它 馬上就下恢復回去 你說有沒有安全距離 其實也沒有很安全 你一踩煞車 所有的車都撞在一起 可是大家都很穩定的情況下 流量就很大 所以為什麼 HIGH CAPACITY的道路容量 從最早我念書的時候 1650 到現在多少 現在可以發現到2400 每次都可以開兩千尺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它 uniform以後 速度以後 速度就可以快很多 車可以裝很多 我們現在控制的關係就是這樣子 那 identify 重要的是 identify 哪些 critical location within each control segment that may cause speed of violence 最重要的是 speed of violence在裡面 所以你如果有開長途路線的人 你就會發現說 比如說我們常常以前 年輕的時候現在老了開不動 年輕的時候 比如說從DC 一開一開到那個 迪士南樂園區 在歐蘭德爾 迪士南樂園區 那幾個小時 好像 將近20小時的時間 記得 現在恐怕不只20小時 現在老了開不快 以前年輕開很快 人家開十六七個小時 那你會發現說 有些年 我們十部車 十幾部車 學生一起走 就跟學生一起開 你開很快了 沒什麼用 因為你一路開很快了 人家的速度給你也是開 開65 你有的開70 75 開很快怎麼樣 後來中間一定有 一段會開慢下來 你開長途車一定是怎麼樣 為什麼有那個 cruise control 我們台灣比較少用吧 cruise control就是 定速 台灣車子有沒有 定速 因為台灣不太容易定速 所以你不太用得到 美國車子大概都有 一個高速公路上 我開長途 我就定速 定 70 然後我腳就不用踩油門 他就一路走70 你發現這個定速的永遠比較快 為什麼 他就穩定速度在走 你開很快的人 等一下你開到後來發現 路邊剛才不是那部車 超過我超很多嗎 很高興的把我秀過去 結果現在還不停在那邊休息 或是慢下來 因為你的人的精神狀態 人的開車的那種tension 在長途來講 不可能 不可能永遠保持高於那個速度 speed裡面太大 因為你也要隨時注意警察會不會出來 對不對 路邊車被逮到一次 從頭到尾 警察抓到你的時候 也不是罰錢 他故意就慢慢把你拖 抓一次你就拖到一個小時才讓你走 所以像我們開車一樣 如果你養成一個車流控制這個穩定速度的習慣 其實大家都方便 你的stress也少 那你一下快一下慢 跟我們車流一樣 你一下速度要開很快 一下又慢下來 感覺上好像說 我每次快的時候我都加快了 Driver也常常有這種心理 可以開快的時候我盡量開快 是跟那個紅綠燈路口一樣 你不是發現嗎 你這個路口衝過去開很快 這樣路口就碰到什麼 碰到紅燈 對不對還不在那邊等 為什麼要progression 為什麼要蓄計 具體就是給大家一個觀念說 別擠啊 你按照我的速度開 你都不會碰到紅燈 所以我們的控制 你要把養成了 我們的系統可以讓Driver 造成這種比較patient的觀念 那當然你要修好一點控制功夫 實際上 Driver是可以訓練的 可以被學習的 就像我們自己做實證經驗來看 Driver事實際上 像我昨天報告的 Variable speed control一樣 當他覺得有benefit的時候 他是願意follow你的 通常我們都是Driver 他是很有挫折感的時候 才不理你的 才會不聽你的 所以這個地方 就是說 你減少 目的減少speed variance 就在這個地方 speed variance 就是一下快一下慢 一下快慢 你一下可以常常快很快 你開慢了之後 你會更挫折感 你更挫折感 你下次又有機會開快 所以就想開更快 你會想要補足什麼 你失去的時間 但這實際上對自己 開車很不好 容易造成車禍 也造成我們車流怎麼樣 不穩定 不穩定的時候 有shackwave一來一去 你看那個shackwave的example 我在那個地門客 叫那個地方 就可以知道 你這個 來回 shackwave一波來一波去 十分鐘的delay 乘以至少三倍到四倍的時間 然後車流才可以recovery 那對車對各方面都不好 對交通安全也不好 所以這是為什麼說 我們在容易造成速度不 有時候速度是會被那個gm去影響 大家都下坡嘛 自然就快了 那這地方就是你需要control的時候 然後這裡呢 我就用variable speed control 我們也學警察控制 原因就是我是希望 盡量我們都是用 交通工程的方式 去養成開車的習慣 不要一直靠警察同仁來 來控制 去make sure 這個consistence with the target speed 在裡面 我說如果這樣控制的好處是什麼 我就希望說 在水上睡到之前 不會有一段cue在裡面 你水上睡到前 如果有一段cue在裡面 大家很快 當然到水上睡到口 就躲在裡面 躲在裡面一進隧道的時候 開始可能會看隧道有點緊張 會慢下來 可是因為我本來都躲很久了 從水上睡到裡面 一開始適應的時候 自然就會怎麼樣 有個心理會 趕快想要開快一點 然後有時候就 就有compress wave 就是大車會想追前面的車 一步步想趕快追離開雪山隧道 會把那種 有時候就會 會把那個人家 速度比較正常的人 被你後面 英文講 tailgating一樣 在後面把你逼著 出現問題出來 那如果說 我一路開來 都這樣穩定的速度 我經過雪山隧道 有沒有都沒朝 讓我穩定的速度 再走的話 這種controlled environment 會養成駕駛人 比較好的習慣 比較好習慣 比較避免說 駕駛人會在隧道裡面的前後地方 變換他自己 對速度的一種 一種 一種 觀念這樣子 to keep the same control process until the demand is substantially less than the available capacity 當然 這個都不用控制 如果說 接鋒時間過了 你看每個路段的流量 上下游都低於你 你穩定狀態的capacity 那時候有些時候 你不用找到控制就不要控制了 速度控制 你不用控制就不要控制了 但是 平靜路段的地方還是要有速度控制 因為你避免它shark wave 流量很低也是有shark wave 一大家擠在一起 就變成shark wave的情況 免得說它再造成那個局部性的擁擠 但基本上這種控制就是 在demand大於capacity的假日 或是連續假日會發生 那如果真的demand大很多的時候 那你才有基礎 就跟人家講說 我今天高速控制很完整 從早上八點到晚上八點 總共有這麼多車可以經過而已 那其他人呢 你才能夠對不起 你能夠坐火車去坐火車 要走替代道路走替代道路 我們才有basic去做 我記得有一年 我們高速公路局還宣傳 叫人家盡量坐火車 有沒有好像有一點春節 高速公路會擁擠盡 盡量坐火車 聽起來哪有這種事情 高速公路的人叫人家去坐火車 你的basic就是 我們現在也算出來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demand and maximum output flow rate the computer required number of service hours to clear demand 所以我可以知道說 今天如果週末的 我現在陳大在 陳國大也在負責做 我今天週末到底是 到宜蘭呢 是有總共有多少人 總共有多少人 我們講講 到底知道不知道總共有多少人 那這些人去國武 到宜蘭去 他不是去上班的 他沒有說一定 八點鐘一定要到那裡 我洗溫泉 沒有說一定八點鐘才可以洗 對不對 所以他有個flash 在裡面 就我們講 departure 國武可以控制很完整的時候 我就知道說 我要輸 讓這些人可以到宜蘭去的話 總共要幾個小時 如果大家安排隊來的話 那你就會provide這種 information 來給大家知道說 OK 我們 我真正來講 你做按照我的方式 我整個五小時就可以 就可以讓所有人 都經過國武到宜蘭去 或者是多少小時 就可以讓所有人 都經過國武回家去 那這個情況之外 看那個時間 就像我們 Evacation time window一樣 夠不夠呢 不夠我 整個國武都 通通用可派水 來走 要走八小時 大家只能接受到六小時 因為太晚了 然後 後面這些人 這些需求就是 我們需要用 其他的運輸系統 鐵路 或是其他運輸Mode 或是TDI道路的Mode 來疏散它 這樣你就知道說 哪些DOTA的量 可能需要透過TDI道路 我們現在好像有 TDI道路可能太遠了 透過TDI道路 可以去疏散它的 那至於怎麼去鼓勵大家 走TDI道路 那就另外一套 就是說 我透過以否命 透過什麼方式的 鼓勵 甚至有什麼 其他的措施 來鼓勵大家 做其他的系統 但是沒有讓 國武的達到可派水 在運作之前 做那些都是不應該的 你今天 開了高速工作 就是讓大家 大家來用的 怎麼希望大家不用呢 希望最多人來用 希望我把每天 我今天開公交公車公司 我當然希望 每部公車都開滿滿 對不對 每部巴士都開滿滿 它才有錢賺 只要不太擠 幾到乘客不舒服的話 希望大家都開滿滿 剛好每個座位都滿滿 公車叫做loading factor Freeway也是叫capacity operation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data 我們可以知道 現在我們其實不知道 過年過節 到底高速公路 本身能夠承代多少流量 然後哪些是需要 通過不同mode 如果這些已經知道 因為我們才可以 下一步才講說 到底我們北宜的鐵路 是不是要拉直 拉直才可以多滿足這些需求 還是拉直要花好幾千億 國家沒有錢 你花好幾千億 那到底是要滿足什麼需求呢 這個都是很 questionable的 這個issue 當然我剛才講的是 高速公路控制本身 可是車流下來的時候 會產生什麼 兩個issue 一個是上閘道 你要控制嘛對不對 如果說這裡有控制總量的話 你避免上閘道speakback的話 你不要在上閘道的時候 才跟他講 對不起我前面很多 上不去 上不去你怎麼辦 我已經在閘道上 下不來了對不對 所以在上閘道的主要路口上 就會提供資訊 讓他知道說 這個閘道目前的速度 是只有20公里而已 交通密度大概多少 然後可以下面兩個閘道 你如果在地方大陸 往前開多少公里 從另外一個閘道上去的話 那個閘道上去的高速公路 速度是70公里 你給他這種訊息的話 他自然會去做這種選擇 沒有的話其實你也不知道 你躲在閘道上面 你說你知道什麼 我到底要不要換 繼續等下去 還是說 地方大陸多走一段 從別閘道上 我們目前不知道 目前不知道的話 通常駕駛人 都習慣性的 就在那邊等 一邊等一邊怎麼樣 一邊罵嘛對不對 一邊等一邊罵 罵半天 call in 去上節目去炒一炒這樣子 所以說我們要考慮 必要再找到它 一定在找到之前 跟地方大陸有配合 這是我為什麼一直覺得 將來台灣可能要把高速公路 附近的地方大陸 像我昨天講課一樣說 control together 把高速公路影響範圍地方大陸 通通歸於高速公路去管 至少交通工程部分 歸於高速公路去管 這樣才不會以靈為禍 另外一個問題是 on-ramp會有issue 當然這也是一個control 這也沒講到 off-ramp也會 這也沒做出來 off-ramp 你如果我聽說 下那個坪林隧道部分的話 不是坪林的 我每次想坪林 一直想要去坪林 一直沒有去 那個雪山隧道下來以後 到市區 那一旦已經跟了市區的道路 聯合在一起了對不對 那個off-ramp出來的話 如果市區道路的量很大的時候 會有off-ramp的control 的issue在裡面 因為市區車子不讓你走的話 紅綠燈不給你的話 你車子還下不來 所以我剛才講的地方 有些地方沒講到就是說 下來的時候 雖然說收費站不是個平靜 可是呢 車費站過以後 那個地方大陸的 紅綠燈路口是不是個平靜 有可能 如果是的話 那事實上 那是你另外一個control的 一個boundary這樣子 那你就到時候看的量多大 是不是要協調地方大陸的車子 走另外一個路線 不要跟你衝突 那就是我講的說 高速公路一定要把 高速公路的公路影響 放回地方大陸 納入怎麼樣 control範圍之內 off-ramp control是另外一個issue 那個signal issue 本來有個lecture 可是這個太多了 可能放到講signal的部分再講 OK 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 可是這個 這個觀點其實你可以用在什麼 用在我們國一啊 這種主要路段 比如說我記得 國一現在有沒有 在中部有一段很堵 是不是 系統交流到那一段 是不是 現在還沒人堵 彰化啊 我們記得四五年兩三年前 我們做那個 全軍國高速公路的規劃的時候 有這麼一段是不是 還有現在沒有 在中部那個 系統交流到那一段 還是滿堵的 就是尖峰時間滿堵的 結果系統交流到 還是有control 幫助 還是有滿堵的 我記得那時候的資料 然後 北部可能做那個舞陽高架以後 就以後不會堵了 做完以後看的好了 還是會堵 因為你還是堵在那個 下出來的路口地方 還是會堵 我現在講的時候 我要控制你 在達到我的capacity 的情況的時候 那我實在在乎 如果讓第一次的時候 第一次的時候 你管他那麼多幹什麼 他高興走哪邊 就走哪邊啊 對不對 所以我要控制的是 我在control 範圍裡面 the maximum flow rate 多少 你不要讓它的速度 低於你的 你速度跟密度 低於你control的一個 標準值這樣子 所以這個control也是到什麼 也是到 流量到一定的情況之下 你才要控制它 沒有辦法你不要去控制它 但是你雖然不控制它 可是你一直要知道 我每個second 沒有多少部車子 現在這個車子造成的密度 是多少 達到一個時間的時候 我才開始控制 否則就像你講 我開始控制的時候 我就不曉得你沒有多少部車子 對不對 我怎麼要控制啊 所以不是說 任何時間都要控制 那我們講那個dynamic control 可以是online 是任何時間我都在控制 任何時間在調整 可是這個啊 你偵測器要很正確 而且那個系統的計算 要很efficient的這樣子 那現在目前國內的情況 我覺得要執行這樣的model 可能會 我今天看到的另外一個 這是我們實際有在用 這個 這是我學生啦 不是我 要執行 實際上要用這樣的model 還是有 有技術上的困難 跟那個事務上困難 等一下我們有時間在講這個 有點困難 最後當然做個總結 OK 還沒什麼問題 像我 剛剛這個觀念是借用 這個規劃上的總量管制的觀念 然後運用我們那個車流控制 跟那個shock wave 跟那個variable speed 來達到這個控制的目的 但是這個東西有一個threshold 就是什麼時候才開始要控制 對不對 一些時候你必須要控制 就不要控制 這個我請台大在做 我希望把它做出來一個平台 然後你們可以做experiment 看怎麼樣 將來如果做好的話 我們整個高速公路都可以這樣做 分幾段 當然怎麼分的很重要 可以做這樣控制 像你們要實施什麼策略 才有一個依據 如果民意代表要罵你們 你才有辦法給他看 比如說民意代表說 你為什麼不開 我記得是什麼 宜蘭說要放寬速度 對不對 還有要開什麼速度 開什麼量 你就可以給他看 動態靜態 什麼也給他看 這結果是什麼樣子 放現在變成 誰比較大聲 比較兇 就可以好 然後速度一直加加 等到車禍的時候又降回來 這個 我們專業空間在海邊 那你哪裡需要做 所以難怪有些時候 他也不需要你們交通控制人員 學了半天也沒有用 他也不跟你用 他也不相信你可以用 我退休前 兩個大的遺產要留給台灣 就是希望 把這 目前帶來兩個計畫 一個是把交控做出一套 能夠台灣自己的交控的 耗時控制的軟體跟仿真 跟 simulation 一個就是做個例子 看說 像我們都做那麼多平台可以用 不是 perfect 當然比你在那邊做那個 ABC的那種判斷應該好多了 希望能夠促進那個 台灣交通音速界的同仁 跟食物界 產業界 學術界的互動 比較好一點 可以產生真正的 做一點有用的東西 讓我們年輕的學生 覺得出路比較好一點 不會像開計程車司機一樣 每天坐紅綠燈 紅綠燈 坐半天 不是紅的就是綠的 有什麼好控制的 對不對 還有什麼顏色 你只能有三種顏色 除非你在創造一點更新的顏色 不然有什麼好創新的 我就說 我就說 去年 現在是去年 去年的八月多 我們那個 Grand Prix是大賽車 Grand Prix你知道 大賽車有兩種賽車 一種是在賽車場賽 一種是在 你們看電視上 電影上不是有嗎 在都市裡面 把那路圍起來 大賽車 去年九月多 今年還要再一次 我們簽約簽了四年 我們就實證過一次 我現在 等一下那個劍等我 把他提醒我 我回去趕快送個疫苗 問我學生資料出來有沒有 我們六月十幾號 十三號到十六號吧 我已經回去了 就是巴林某 一百年的那個巴林某 那個 什麼 都市生日大慶祝會 一百年 然後有那個 飛機表演 就是飛機特輸 他說是大 也是我們要實證用的 因為那個 我就說沒有恐怖分子 可是 像那個大賽車 其實還更麻煩 因為你有Inflow 也Outflow 進來一大堆 要進來的人來看 早上是進來來看 晚上是出去的 出去他並不是一起出去 可是我們想辦法趕出去 因為不出去在裡面鬧 鬧得很 人都是外地來的人 開車出來 比如我們實現過一次 去年九月份 因為那個 我們碰到兩個問題 一個是 賽車公司的人 這賽馬賽車 國安普立公司的人 是私人operator的公司 他都under estimate 很多流量 他說 這個 這個 實際上進來的車 不會那麼多 因為他叫大家都說 那個停在 因為市中心的旅館很貴 他說很多人會停在 外面的旅館 然後坐巴士進來的 那對那個 都市的urban city 巴林某 city的人 跟那個 我們state的人 就是說 他實際上有兩家公司 固定公司在做 一家是替 自交通管理 一家是替 那個 賽車公司的人 做做 他都給你under estimate traffic impact 就是說 事實上不會有那麼多人 開車進來 大家都會 坐car pool 坐巴士進來 可是city的人 就不認為 City認為你這個一定會 你這個人來看賽車 對不對 看車這些人一定很喜歡開車 他認為這些人一定會開車進來 所以他有一點 over estimate 這個真的demand 在裡面 那我們是在 middle 我們是被州政府要求 因為你有這個model 我沒有恐怖分子可以用 你給我好好評估一下結果 那我們後來把它評估出來的結果 然後他們都有負責收集資料 在幾個大陸 幾個主要大陸 收集資料 後來結果跟我們一起有一個落差 但是落差 我們找到原因在什麼地方 就是 那個禮拜五那天 我們當初 所有的同意就是說 那天並沒有放假 你知道嗎 沒有並沒有放假 並沒有放假 你車流就有兩部分車流 一個是上班的車流 一個是來看的車流 可是實際上那天的時候 根據統計資料 很多人自動請假 就是我們有時候 Lieberleaf 就是說那天政府 容許你休假 用取收就對了 所以那個地方 造成我們實際上 預測有個落差 也不很落差 我們把那個資料加起來 就完全match 這樣子 有我們都收集資料 來match這樣子 就是說實際上 因為那天政府 跟City都在debating 說要不要放假 你放假大家都很同意 可是你叫我用自己的假 假期 就不一樣 可是這是一個 commercial activity 所以後來政府 決定不能放假 但是Lieberleaf 就是可以用你 選擇你的休假日來用 就是你要不要走 可以讓你自己決定就對了 那天 就是說那天 你的老闆 不會強制你一定要上班 不會說 今天 我要開餵 你非來上班不可 今天不能這樣要求你 就完全按照你的意志 你要不要來上班 有時候你那天不能請休假 因為公司有事情 對不對 所以那天呢 州政府跟所有的私人公司 聽說有百分之六十幾的人都放假 哇 一下那個平靜 比預期的少掉一些 但是還好 那個 那個 賽車公司 任何很多人 會坐巴士 其實很少 大部分都還是開車進來 就是我們講的沒錯 喜歡開賽車的人 喜歡看賽車的人 都是很喜歡開車的 不太可能是 尤其都外地來的話 不太可能是 他是外地來最多 不太可能會 乖乖坐巴士來的 那就違背那個情況 所以兩個 賣起來 雖然有落差 可是沒有預期的大 那我們九月份 他又要開始 Label Day 美國的Label Day之後 就是我們 你們上網可以看到 那個 Grant Grant Prix P-R-I-X 大賽車 是美國很有名的 那種 非賽車場的大賽車 就是F4在上海賽車 那種 在上海是那個賽車 就是那種類似 我們跟他簽了四年約 第一年大家都很緊張 為了這樣子 路也修了半天 路也堵 不曉得台北來一次 應該很好看才對 路都堵起來 就是說我們有發現它的差距 就是很多因素是 就奪得我們控制 那現在我們明年 九月份就不曉得 九月份 有些人都覺得 還好啊 在做一次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定個政策 就是說 乾脆放假好了 還是說這一天 不算你休假 每個人自動放假 那這樣我們 底漫就減少很多了 這個地方就是說 Policy的欠擊 還有那個 那個什麼 Driver的 那個 Commuter的Response 會影響到我們 Background Traffic 來的人是固定 因為它是讓我們知道 它有賣票的嘛 所以大概有多少人來 那底漫大概知道 可是不曉得它從哪一條路來 就是 可是我們最大的變數 是那個Local 那個上班的人變數 那不太知道 像這次我們也碰到這個問題 我等一下回去 一直沒有看 趕快回去看他們 資料出來怎麼樣 不曉得那一天 那個 因為它有 美國的藍鷹特工隊表演 然後是 我們在碰到一個問題 飛機在天空表演的時候 車子會怎麼樣 大部分都會停下來 對不對 那 simulation的時候 怎麼 simulate 這個 怎麼 simulate 在那個 那個擁擠的過程裡面 然後忽然天空 飛出 好多飛機在天空表演 然後說應該 車子大概都會停下來 停了 大概十分鐘 十五分鐘以後 車子就開始走 我在想怎麼 simulate 我們還在討論 你要把車子變停 怎麼想要變停了 停了以後 其實停了車子都不會動 停了以後 怎麼什麼時候再開始恢復 我都忘記了 再回去看看他們是怎麼做的 因為他跟我講 有兩個表演時間 那個 除了飛機外 當然地面上很多表演 那一定會有那個現象 我們 simulation 也沒有這個東西 沒有考慮說 車子會停下來的現象 對 最低速力 唯一的用意在什麼地方 在抓那個物貴車而已 那你就是 我就會講說 我們高速公路要維持它那個 因為告訴我 它真的問題是要維持它的capacity狀態 對不對 那流氧很低的時候 事實上本來這不是問題 可是呢 因為 有些低速的車子的時候 它造成那個moving blockage 就是說車子在動 可是呢 你只有兩個車道 給它一堵 就把那個速度賣下來 這個就跟那個shock wave 一樣 這種情況 那你降低最低速度 唯一的用途就是 在避免那個金龜車 那種老爺車的速度而已 對真正那個 我們的capacity 並沒有影響 因為它這個不是capacity的問題 這是blockage的問題 就像你上坡車道 有好幾部大卡車一直在走一樣 不是把你blockage blockage掉嘛 對不對 那這個問題 你要看它的幾何特性裡面 是不是容許車子開快一點 如果幾何特性 那地方容許車子開快 那是因為 那個 歐巴桑、歐西桑、老太婆 開車很保守 開得很慢 造成的 或是 有些人開車開得特別慢 造成的 那個就是 我看台灣有個很壞的車習慣 我最近幾趟回來有開車 開很慢的人 很喜歡開內側車道 很多人站內側車道 好像就是不用換車道一樣 然後 一路就開得 速度很慢 在那邊堵著那邊 像那個是你的目的 那個是 那個不是說 我們控制 高速公路控制的公路 那是 在 在 執法上要影響那個 駕駛人的行為的 的 的意思 所以最低速度 目的是這樣的 所以 事實上 在美國比較少這個問題 因為美國每個人都把 高速公路的速限當作 最低速度開了 那台灣可能不一樣 我們高速公路 如果是 我想55 每個人都開65 65都開75 把最低速限 很少人都開在速限之下 可是 像維基尼亞座有抓 它就是說 block traffic 用這樣給你開 ticket 這樣子 所以你說 國三之內的 它開最低速限 你先要 check 一下 那個地方 從安全的 你要真的要 check 是從安全的角度看 其實我們高速公路 即使照高速公路的 設計規範做 事實上還有一些 有一些 設計的規範不夠周延的 會造成可能的車禍 所以有一個叫做 Safety Auditing 你就從澳洲船過來 就是像有沒有 會計上的叫做 Auditing就是什麼 就是有點像什麼 查帳的意思 有一套就是怎麼查 高速公路設計的過程 那些標準 哪些即使照標準做 是不是還有不足的地方 所以你從安全角度去看 那個地方 是不是有因素 讓開車人 在包審會開慢下來 如果有的話去改進 沒有的話 那就是個別開車人的行為 那只要用最低速限來限制它 沒有錯 可是它這個 不會影響到你 Maximum Flow Rate 不會達到最高 那是一個Bloxie問題 那你至於國五這個問題 我有看到 你們那個速限在提高降低 你現在要降低 是不是 我是Basic人 我就不知道Basic在什麼地方 因為你 真的會影響國五的 我都講是Output Flow Rate 對不對 是用它Headway來決定的 對不對 你速度越大的時候 你看到那個圖 速度越大的時候 實際上 你可能保持Headway要更大 才安全 對不對 我70 每個人開70的時候 我們那個Rule of Thumb 就是說70mine的時候 要保持七個車身的長度 最起碼的 80mine 要保持車身的長度 我不曉得100公里的話 我們那個 我們現在90是吧 還80 90 國五是吧 90的話 你要大家保持什麼距離 50公尺啊 90公里保持5公尺夠嗎 今天國五真的要做的是說 Driver會不耐煩的原因是為什麼 因為他有時候速度慢的時候 你還要叫他保持50公尺 譬如說已經堵車了對不對 你叫他保持50公尺 他怎麼保持得到呢 保持不到嘛 速度一慢到60公里 還保持50公尺嘛 所以我們真的要做國五要做到了 今天早上本來叫我去開會 昨天我也沒有時間去開會 步裡面 我說實際上你國五 我們今天要做個控制 要做到什麼情況呢 OK 第一個希望打到我想 我想要控制 那沒有辦法做到的時候 有時候慢下來的時候 你應該給人家一個訊息說 現在速度 目前車的速度多少 你要保持多少距離 那我現在如果車已經堵下來 大家已經堵到那個六七十 你叫我開50 距離有什麼可能呢 你就那個spacing不要那麼大啦 可是當大家速度 再加快到某個程度的時候 你國五可能分好幾段 隧道我隨便講啦 可能分五段 第一段的時候 速度很慢的時候 大家距離小沒關係 我可以讓他容許距離多少 可是那個中間第三段的時候 速度大概已經又恢復到 恢復到什麼80、90的時候 你就有個required spacing多少 這樣大家可以知道說 我是我的速度之下 我要配合高速公路給我的指示 配合距離 這樣人家對你這個距離的 指示 就比較尊重 你像說50公尺 我現在路口 我現在堵了跟60公里一樣 你還叫50公尺 不可能吧 那你速度如果開到90公尺的時候 50公尺夠嗎 那個spacing夠嗎 你要看到driver 一般的反應時間 你要看台灣開車的習慣 那是安全夠嗎 那不見得夠啊 所以這不應該是一個 死死的靜態觀念 你知道嗎 那你要有個目標 你要是我要控制的 那控制當然會 有時候我們沒有辦法達到控制 或是離開了控制 一兩個大慢車把你影響 然後你要 在恢復中間的過程裡面 你要給一個怎麼樣 一個合理的動態資訊這樣子 你不能說 就像我講variable speed limit 你叫我現在從60降到30 你中間距離這麼短 我怎麼降 我當然不會照你的意思降 你要考慮到60到降30的中間 距離有多長可不可以降 我覺得你們那個 高速溫度已經被我K太多了 我不想去給他 你們大概有你們的困難就是 可是我覺得你那個 一點技術都沒有 你講QKV 為什麼講不對呢 其實我講過很多事 QKV只有在怎麼樣 你如果看書看仔細的話 因為有教科書沒寫那麼仔細 是在車流穩定狀況之下 才有QKV那個圖形的關係 所以你們說怎麼樣容量會加大 那是想像出來的 你做仿真看看 那是想像出來的 那不是真的會達到一些效果 因為真正 真正是要 你講了一下我會存在 就是車跟車的速度 都是穩定的情況之下 都保留保持一定的spacing 這關係存在 知道嗎 但實際上並沒有 對 實際上你那個車不是uniform 你speed也不是uniform 這關係 控制好的時候會存在 OK 沒有的話並不存在 你不相信你把針對系的資料 國五針對系的資料拿出來看 那有QKV嘛對不對 QK的沒有K資料 QV的資料 你去算 它不會像你想像的那樣的圖形 這樣子 所以你看我那個equals 你就記得 那個速度一定是怎麼樣 速度是很多變數在裡面的吧 不是那麼單純的 國尾控制也沒想像的那樣子 因為你們現在第一個東西 不曉得 在隧道出口 那一段 那個 driver可以保持 好像很有comfort 很舒服 舒適的方式的情況下 headway到底是多少 那個headway 那個headway才決定你的flow rate多大 這個速度到底是多少 因為在隧道裡面 願意保持的範圍跟那個什麼 跟我們一般開礦的高速公路範圍 不一樣對不對 我問了 國內都沒有 國內這個都沒有人知道 你們知道嗎 你去查看 我保證高速公路現在不知道 到底又沒很完整 直接來看看說 這個我觀察一天 流氧很大的情況之下 這個headway最小到多小 大當然沒問題嘛 通常最小到多小 這個最小的headway 持續多長一段時間 比如說我觀察到有2點 我現在隨便講2點3秒 觀察到100部車 我發現到裡面有 有十幾部都可以到2點3秒 表示說這個2點3秒 是可以接受蠻穩定的 不能說觀察100部 只有一部是1點8秒 那8秒車可能是跟在人家屁股後面 把人家擠壓對不對 所以看到那個sample的資料 看到這樣的資料 是有相當比例的車子 可以達到這個最低的minimum flow rate 那我們再用一個稍微加大安全的範圍 大概2.1秒 那我可能2.2秒好了 當作可接受的一個headway 從這裡來當作什麼 當作的maximum flow rate 從這個flow rate 你可以再換 我覺得我前面講的 反算 這個capacity不是你可以加大 capacity就是maximum 就那樣子而已嘛對不對 容量我們capacity的意思就是說 你速度再加大10min 會提高那capacity 那你為什麼不可以加大20min呢 你們設計速限多少 那你們為什麼不可以加100呢 那capacity不是更大嗎 對不對 如果這個理論成立的話 那速度越快 capacity越大 那我加更高不是更好嗎 不會的啦 你capacity還得會 是開速度開快的時候 你有一個安全的headway 所以這個tradeoff 慢的時候 headway可以小一點 開很快的時候 距離要加大一點 那headway又變大 所以這個東西 不是完全速度可以縮短headway 這篇我不講了啦 這個裡面 我只給你提示幾個重點 你們來看 因為沒那麼多時間 而且這個 這個就是 也是類似我昨天的present的方式 因為昨天present 跟你講整個系統 所以你裡面很多動態也可行 我沒有present 所以在前一次的lecture裡面 也有啦 這給你看一些文獻的 大部分相關的文獻 這幾種方法在裡面 我自己做 有的是其他人做的 這幾片都是我自己做的 那通常一樣都包括這幾個步驟 這標準步驟 你要把動態關係分明出來 所以我說你在做國舞 你們在做分析的時候 你要把那個策略關係分明出來 不要不是做加減成縮的方式 沒那麼簡單啦 只是說 裡面動態到多複雜 那那個就有時候資料可以掌握 也不資料不能掌握沒關係 可是你要從一個複雜關係 去把它簡化 而不是一開始用簡化關係 否則人家問你的時候 你就沒辦法找出 講出他的邏輯出來 對不對 我們也知道實際應用的時候 要簡化 可是你簡化的basis在什麼地方 所以為什麼我要秀你這個 從理論上 它應該嚴謹是做到什麼程度 那應用的時候我們要怎麼簡化 是會這樣做的 Honline estimation Model parameter Control model Solution algorithm 這幾個步驟在裡面 那真正以來講 都是一個 一個 整個系統都是 Non differential 的一個 的一個 Non needed 系統這樣子 這就是自己吹牛而已 那這個就是 跟總統內講的一樣 基本上這個高速公路 一個地方路段 在一起 那你怎麼樣 把高速公路切成幾段 那這個高速公路 跟地方道路之間 可以比較長 可以 比較短的話 你就把它當作一個 一個點的 Cue on ramp,off ramp 比較長就當作一個 RT link來做 像昨天Present 就是這個意思 那這裡面傳統的 就等於是給你Summary 傳統都是包括幾個 這幾個重要的變數 流量變數 那差別是 差別是你怎麼Model這裡面 你要把它裡面 當作一個簡單的Model 還是要考慮這個 這兩個 閘道之間 你要把它當作 一個second來Model它 還是分好幾個second來Model它 差別在這個地方 你當一個second的話 你假設這裡面 車流數就會uniform 在裡面 你當作好幾個second 你怎麼當呢 你一定要有 偵測器的資料 你插碼器 feedback來驗證它 所以你偵測器 如果有好多組 你就可以把它切好多塊 這樣子的話 你就不用假設 在這個second裡面 車流是什麼樣 是個密度 是個 是個什麼uniform 剛才阿德問我說 我講國武的現象的時候 這個link很長的時候 我是不是要中間要check 它的密度多少 流量多少 有更多偵測器的時候 當然啊 你有更多偵測器 你當然可以用啊 對不對 那我現在譬如說 最簡單的方式 我用一個方式 用最少的偵測器 然後用我們車流的知識 跟控制的知識 可以最容易去跟人家溝通 也可以用長官了解 媒體了解 實際上也產生效果 當然你有更多偵測器 有更多資料的時候 你可以更把它fine tune 可是你不用去跟他們解釋說 我這個控制這個數量的時候 中間要怎麼check 怎麼feedback check 怎麼掌握它的精確性 那是我們自己專業人做的 對不對 你給它是一個整體的concept 我能控制這樣方式的控制 並不是說你不需要把它做得更精確 那這個都是傳統的一些變數裡面 OK 你看 第一個通常這個flow conservation 這個流量 每個securement的流量是多少 從這個power point 也看到這個density怎麼出來 density已經跟前面有關係 然後流量硬 流量粗 然後換算 那這個虧型也可以變得大一點 如果你有on-ramp的騷擾 沒有off-ramp的影響 所以所有的動態的地方 就是怎麼樣 我們在算這個density 如果記得我們以前講過的話 是你不同方式在算它 你的偵測技能找什麼情況 你可以掌握這個density的變化 變化 才就是你的關鍵性 那從density知道 我就可以知道 從density跟速度的關係 會算出它的速度 那這個是在算說 每個那個空間上 你把它切割成兩段 那實際上它沒有空間的切割 你怎麼樣 微體的flow 在這個segment裡面 這個也都是你做多的標準化 就是你怎麼樣去model 把它切一段 跟另外一段 你針摺性只有在bundary的時候 情況 那實際上flow是continuous 怎麼樣 transition between 那個不同segment的之間 那樣子 那這個就是我前面跟你講的 也說流量跟密度的關係 並不是QKV的單純關係 這一個function 代表它的density 跟流量的關係 這個是一個一串的動態關係 那這以虧型是很多不同的虧型 可以在用 那我現在請台大同仁在calibrate 也說我把我們國務的資料calibrate 到我們國務的車流密度的相互的關係 這樣子 這個是在算說 那個流量怎麼進來 unramp進來 每一個控制bundary的流量 有時候上游進來 上游路段進來 砸到上去的 把高速公路呢 變成link node link node的關係 叫做控制這樣子 這份你可以回去看看 就是說 比較簡化的 把我昨天的model 比較簡化的方式 在show給你們看 你們數學的關係 因為昨天 那個是個最複雜的情況 是用的 那這個試試看說 多少車子會出去呢 出得去跟什麼關係呢 跟你自己車子的 那個rate的關係 跟你 實際上你這個車要出去的時候 除了你多少車進來 要多少車出去以外 還要看你出得去出不去啊 downstream的link 是有那個capacity 讓你出去 你要切給他有多少可以出去的車子 所以我這很快flash過去 那這裡 這一份還寫得蠻詳細的啦 這是講那個地方道路的時候 Service Street的時候 有跟你的c-c-ratio的關係這樣子 這個我不講了 這個各位回去看 這個可以當作你的考試來看 看你上次聽了六堂課 這次聽幾堂課 看這篇看懂看不懂 看不懂 看不懂表示你 你廢了 看得懂的話表示你 你ok 因為這個equation觀念其實 在那個前面都講過 那我現在給你這篇是說 給你補昨天 因為補昨天沒有講equation 昨天那個是最複雜的系統 不太容易完全掌握 flow transition on ramp of ramp 你看像這個 每一地方都有model on ramp of ramp 那差別是什麼 如果你比較簡化 就把這個當作一個node 就好了 只是像個queue station一樣 只有flow in flow out 跟delay而已 那昨天那個model 我們講的比較複雜 就把這個這一段 也當作什麼 當作一個像路段一樣 所以這路段 這上面也有它的density 有它的flow rate 也有它的travel time 在裡面 就看你怎麼去看實際的問題 比如說國五的地方 國五的高速公路 跟地方道路 可能是有很長一段 那那段 你就不能把它當作 一個on ramp的issue而已 像這個case的話 就把這個當作一個node 而已 node 它這樣能夠 進的車子 數量跟什麼 到達車的數量 跟這個 它這已經把它當作 dechant flow at downstream end of each on ramp 已經把它當作什麼 這裡已經把它當作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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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有density關係 然後可以 每個flow rate interval可以走到 車有多少這樣子 這個paper都在我前面 那個第二個powerpoint 裡面有reference that I've been published 我好像沒有給這個paper 在裡面 我有帶過來 就是 這是在model on ramp的情況 看flow 從哪邊進來的 在ramp進來的 然後這是在做 這個 這一項子在做 這裡 你要得到的是 上游的flow un ramp flow 然後得到 下游的flow多少 所以這有幾個因素 一個是兩個 要weighted average 用alpha weighted average 另外一個是 自己 按ter你的flow多少 所以這個 你仔細看的話 其實 都 這個已經 蠻穩定的 這樣的formulation 在高速公路的控制上 蠻穩定的 所以 並沒有什麼新的東西出來 這講mainline flow 到底知道什麼程度 這是講最後一個segment 那這個off ramp 一樣類似的 所以高基本上model就是 on ramp off ramp mainline mainline是關鍵是 你要分幾段 這是個重點 然後你要用什麼樣的speed 跟density的關係 去model這個 density的變化 你一定要能夠算出來 那下面 density的變化做什麼用呢 我就要知道speed 跟density的關係 那這個equation很重要 像我們台灣要用的時候 一定要找到一個 一個適合台灣車流 找出來的 速度跟密度的關係 為什麼 我就說 有時候照理講 車開快的時候 那個距離會拉大一點 但是你就不一樣 有些地方車開快距離 還是沒有拉大 對不對 那這樣它speed density的關係就不一樣了 對不對 而有些地方是會按照 這個車流的特性 距離遠的時候 速度會慢下 速度慢的時候 距離會拉近 那有些車流沒有這樣子 所以你要去 像國武的話 你要花一段時間 去看國武的那個 資料還有國武的那個 tape 來看那個車流的特性 是不是 是不是 可以用一個 我們的自己的equation 把它model出來 你後面再算的時候 才會正確 就是在model of ramp的時候 包括tending ratio在裡面 包括interview裡面 多少車可以走 compliance rate 表示說 那個多少車 會照著 你預計有多少車要出來 可是有多少車 會真的一次出來 就我們昨天講的 你在有車禍的情況之下 你要detour traffic 有些是 本來就要下來 有些是你請他下來 可是請他下來 ZIK 是你要請他下來 可是 不會所有人都照你意見 只有少數的會照 某個比例 會照你意見走 就像國武一樣 你照他怎麼走 部分人follow你 部分人不會follow你 你要把這個 take into account 然後 回過頭來再重新算 偵測器告訴你的量 跟你實力量也沒差別 表示你控制可不可以feedback 那 你自己知道以後 就在看 主線那個 流量的transition 關係 這個 也是一個 Anyway 這是昨天那個model的簡化版 就是在看那個流量的變化 或者tending flow的變化 那所有的轉移成 這個你不懂我就可以原諒了 尤其食物界同仁 這個也不懂 就是把所有的model 一大堆equation 對不對 因為我們控制有個缺點 什麼東西 我現在控制有五個segment 好了 然後我一次 像我那天解那個 給你看 一次解四個interval 好了 那我寫出來equation 就是什麼 5乘以10 summation over 這個segment i summation over 這個t 對不對 就五乘以10 那麼多equation 所以你就把它表達成什麼 metric的方式 來做它 這樣 你一定時間上 有一個相關關係 空間上有一個相關關係 所以你總共十個segment 你是要解十個interval 就一百個equation在裡面 當然那equation 差別只是符號差別 可以用一個 書寫equation來代表它 寫你的model 寫你的電腦程式 也可以這樣代表 也表示出來 我們都用那個 一個metric放在表示 然後它這裡有介紹一些解法 就是 它這個地方有個方式在跟你estimate 就是 你到底有多少compliance rate 我在前面講的就是說 它這實際的flow major flow 跟你那個 理論上major flow 然後來online estimate 它的compliance rate 多少 就是多少follow你 基本觀點很簡單 就是我本來 有這個高速公路的 每天接風時間 從領口交易到下來 有多少部車子 可是現在在車禍 control 情況之下 我要多少人 希望從這領口交易到下來 可是這下來的數量 跟我平常的數量的差別 然後比較我預期下來的數量 就可以知道它compliance rate 多少 就是知道多少會follow你的 suggestion 可是這個呢 很不幸的是after 當時你不知道 after你才知道 這跟我們signal的control一樣 signal的control 你如果用skate 澳洲的系統 現在很popular 就是 你要adapt control的時候 你車上也不知道 多少部車到 它是用那個discharge的saturation 我今天30秒裡面 今天有28秒都被車子用了 那我就知道我的saturation 到什麼程度了 然後如果說 百分之百都被用了 我知道這個實際上車 比我要 給的濾燈時間多 那我下個cycle 就會去調整 它的那個濾燈時間 可是你下個cycle來的時候 就不一定是照 跟上個cycle一樣 它只是假設 下個cycle出來的demand 會跟上個cycle一樣 那我們這種feedback control 都是有個時間差 你現在feedback 是考慮上個t時間 給我的影響 那我假設在短時間裡面 這個車流不會很大的變動 可是總有一個t的時候 那個車流demand 確實有變動 跟我們adapt control一樣 除非你有能力說 我在t的時候 我這個流量 是從t-1 t-2上 就預測到 它t的時候 多久會到這個地方 所以我紅綠燈時間 或是我們的control 就是按照 我預期到的流量 來提供給它 紅綠燈時間 這講起來很好 可是差別代表是這樣 你這個預測的量 是不是會正確 所以一樣有那個誤差 所以現在所謂adapt control 跟我們所有的control的盲點就是 我沒辦法做到proactive 就是我知道你會產生擁擠 我事先provide你這個紅綠燈時間 跟我前面講的意思有類似一樣 我知道你有多demand 我怎麼樣事先控制你 讓你不會超過它 而不是說等高速公路已經擠了以後 我才控制它 已經產生瓶頸以後再控制它 因為你產生惡化以後 它那個condition tree 怎麼走你就沒辦法掌握 因為在一個混亂狀況下 車有開快開慢 反應擁擠是所產生的開車行為 事實上不是你可以掌握的 所以一定要變成什麼 變成說今天高速公路開始控制 從5點鐘開始 你知道流量開始大了 我們定個threshold 流量到什麼程度的時候 我就開始進行控制 不要讓它已經變成butter neck below capacity congestion 我再來想把它恢復 那就很難了 已經把它已經有一個 shock wave產生的congestion 或者over demand產生的瓶頸以後 你想用控制方式把它恢復的話 就很難了 就像一個車禍一樣 你讓車禍或者一個事故 incident把那個車流給變亂了 通常我就說三倍時間 你那個check我第一門課的example裡面 至少要三倍時間 你的車禍耽誤了10分鐘 你至少花上40分鐘 才有幫好recover這個車流的正常情況 這是它的objective function 這裡是minimal total travel time 你可以maximize throughput 通常System都有些constraint這樣子 就是幾何上constraint demand constraint 找到以後實際上控制的constraint都會有 然後你就 這個差別你看 我還是把speed density的關係 當作一個簡單的two segment去做它 因為實際上是一個什麼 一個curve這樣子 那因為避免讓linear的關係 就做一個linear的兩階段的方式 這是它表示的equation 那你可以用不同model 你的資料顯速可以更是一段 然後平的再下來也可能 那你就用不同equation可以表示它這樣 那這是一個solution process 這個解法 你可以看到不同的解法 那最後幾個example來看 你可以看看最後的example就是 我們在 這是各位也可以參考一下 看這個設計example Case One 它的系統是一個 也是高速公路加一個 這個我記得是加州的那個五號公路 的替代道路的情況之下 它幾個閘道 然後single timing 那session在什麼情況 4-8 diversion在second 4的地方 這是我記得是加州的五號公路的 車庫的那個資料 然後你可以看幾個scenario 有百分之氣速volume的時候 然後incident level是造成capacity 多大影響的時候 另外一個是不同流量比較大的時候 然後incident的情況比較大的時候 來看比較說你控制不控制的結果 這幾個都是 大家可以看的 可以看看參考怎麼樣 在Long Island 這是Long Island 2 layer control strategy 有幾個不同strategy 比較ABC C是我們自己的這樣 這個是早期的 這個方式早就這樣 早期的方式 在做COVID control的時候 991年的時候比較早的 那你可以比較travel time 你可以比較不同的策略來看 在低流量跟incident比較低的時候 這個策略沒有什麼差別 甚至高流量的時候 這是我們的策略稍微好一點這樣子 在高流量的時候就會看到很大差別 高流量以後 車輪影響比較大的時候 我這裡講什麼意思 就是說你要detour traffic 那可能會讓它走距離更長 那你是不是走距離更長 有時候會增加整個那個travel time 這樣子 你要make sure你的detour的結果 不會增加太多travel time OK 這就大部分的幾個結果 這個 我把結果再重新秀一遍 意思是說 這幾個的比較 很多結果 這個paper上有很多結果 那一個是比較它的 控制完以後整個系統 從車禍開始到車禍結束 整個guidance期間的travel time多少 你可以看那個 Case 1是比較低的流量情況之下 比較小的accident差別不大 Case 4是比較大的車禍 比較大的流量 那差別就蠻多了 比方4826minutes跟442 差600分鐘的totaltravel time delay 就是說你control 需要在什麼 流量大的地方 才比較有意義 所以有些地方 車不急流量不大 你的control不能秀出來什麼結果 像國伍這種Case的話 平常都不要control 週末可能control幾個小時就好了 那你要花很多時間 把那個大假日的控制做好 因為這個很好做 因為每年都同樣的 每個假日同樣的pattern 重複性的 所以應該 這次做不好 下次知道怎麼改進 很容易就是把它improve過來 現在我們好像沒有做到這一點 那你看totaltravel time是好的 一個控制車輪你要比較幾個MOE 你的意思就是說 你不能只看某個角度 今天看小汽車觀點 今天國伍是不是有開幾個 那個車道專門給巴士走 對不對 你看巴士 improve了 你要看對小汽車有什麼影響 然後combine together 對整個車流有什麼影響 因為一個巴士裡面當然 裝了很多人 所以你從人的角度去看的時候 它是maximum的那個throughput 以人為主的時候 這是不是增加了很多 所以這等於高速度的車流來講 因為你的巴士進去了以後 是不是delay了其他整個車流的速度 你要用很多角度 就是我們講MOE去看它 不能只用一個你喜歡的去比較它 那我剛剛講totaltravel time 用total average speed來看的話 我們的model還是比它好一點 它是在我們到57 嚴重的情況 不嚴重的車禍的話差別不大 可是concern就是說 你的model要detour traffic 會不會造成travel走的時間 距離會比較長呢 所以後面又再一個total vehicle mile 的concern 比較起來是比它多一點 你看在這個detour的情況 因為我要detour比較多的travel 都比原來的策略跟那個 這個第二個B也是一個detour的travel 是比較不好的 比較早期的策略這樣子 那比較起來我們A跟B來講 這是不detour的情況之下 你的距離距離 整個車走距離是遠一點 這比較大一點 為什麼 因為你把車detour下來再上去 比較大一點 可是呢 這樣大有沒有代價呢 代價就是你看說 它整個旅行生 我走距離遠不代表 旅行時間會長 因為沒有砍加訓 對不對 距離速度會比較快 所以在這個 我們一般只看到這個 就是說 較detour的話我距離要走長了 可是走長的距離 時間可能會減少 時間減少的話 你其他代價一樣減少 那是不是結果值得這樣做 就是說這兩個的比較這樣子 OK 好到此為止 我們來看看